怎么了 是方才被那个贱人吓到了 苏人回过神来 我没事 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 五公主到底想说什么 不如一次说个痛快 但是一个世子的性命 只怕也熄灭不了我们大梁国民的怒火 两国交战 这不就是五公主最想看到的 不 我并不想看到两国在起战火 我也不想看到苏世子因皇帝一事 网送性命 但事情总要解决 所以我有一个折中的主意 五公主说说看 当初父皇命我与皇帝同来大静 将我嫁入大静和亲 至于所嫁之人是谁 由我自己定夺 他选中的人就是陆成锦 本王已有准王妃 五公主归为堂堂公主 若要趋于侧位 实在与公主身份不符 可若本公主愿意呢 梁希柔动情地看着陆成锦 殿下是盖世大英雄 与其嫁给那些陆陆无为之人做正妻 我愿意去身侧妃之位 公主愿意屈尊 可本王却无此意 所以还请公主打消此念头 另觅良絮 说吧 他端起手中的茶杯 准备送客 只要殿下答应这门亲事 我可以劝说父皇按下此事 两国不会发生战火 禁地也不会再追究 苏世子 自然就可以无罪释放了 而我还听说了 燕王因有那萧綦将军的支持 近日来在朝中势力越发膨胀稳固 可若殿下得我大良支持 还怕东宫之位落入他人之手吗 所以你与我联姻 对殿下百利而无一害 庄庄渐渐都恰在好处地 说在了他的心血之上 屏风后面的苏染 与苏又宁都觉得 陆成锦应该答应 才是正确的选择 陆成锦又有何理由再拒绝呢 这样的合作 你觉得本王会答应吗 殿下此话是何意 五公主既然不肯坦诚 那不如由本王来听你说清楚 五公主对大梁皇室怀有仇恨 所以你一面将你皇帝藏起来 一面借机胁迫本王娶你 祝你与你皇帝将来重返大梁夺位 五公主真是好计谋啊 我皇帝都死了 我怎会有这样的狼子野心 是真是假 很快就会见焚啸 本王的人已到达了卫水一带 相信很快就会找到 五公主最信任的大师兄 与你的小皇帝 你 五公主有宏图大志 本王不会阻挠 但你不该拿本王与大晋做期盘 若三日之内 本王见不到质子 重回质子府 今日这些话 本王会一字不漏地 传进你父皇的耳朵里 而你的大师兄 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梁夕柔起身 愤然离去 五公主的东西 也请一并带走 她回身之时 却瞥见了一脚淡粉色的裙袍 喜利猛然惊醒过来 你当初求娶苏家嫡女 不也是想得到大展公主 与苏家的支持吗 你我通生于帝王之家 什么情呀 什么情呀爱呀 与我们这种人而言 都是假的 只有权力和利益 才是我们最在意的 想当初 利用一场根本就没有成功的下毒案件 成功让苏家那个庶女 以燕王退了清 估计那个傻兽女至今还在感激你呢 但听到她提起苏染 她悠缠的眸光里 突然迸发了杀气 公主慎言 不要挑战本王的底线 她也早已看到那片粉色的裙边 却是之前看过苏又宁穿过 别人不知道 本公主却知道你对燕王的仇恨 但凡是她的东西 你都要抢过来 若非嫌弃那前准燕王妃是庶女出身 只怕你如今要娶的 就不是那苏家嫡女了 陆成吉忍无可忍 说得起身 朝那梁希柔逼去 伸手掐向她的脖子 梁希柔早有预谋 身子朝屏风上重重撞去 想趁机砸死后面的苏又宁 啊 屏风倒下去的那一刻 陆成吉才恍悟过来她的计划 可惜已经晚了 人呐 苏姑娘不肯留在这里 执意要走 属下让她等三姑娘包扎好伤口再走 可她说麻烦殿下 等下派人送三姑娘回去 文言 陆成吉立刻觉察到不对劲 殿下 姑娘她似乎不太对劲 方桥请她坐在这里时 她的身子一直止不住地打哆嗦 出门的时候还差点半了一跤 脸色很不好看 难道她将梁希柔那些话 听进心里去了 可转念一想 因为从头至尾执意要退亲的人是她 可若不是因为这个 苏然为何会这般反常 哎呀 被侄方才恰巧有事出去 没有亲自同殿下禀明 二姑娘也来了 其他崖内下属又不懂 姑娘误会了 与你无关 若是她连这般挑拨之言都相信 那她对本王 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你派人盯紧那大梁五公主 本王等下去一趟镇国公府 等回到镇国公府 夜市则问苏然 既然宁儿受了伤 你做姐姐的不陪着她一起 怎么自己先回来了 有锦王殿下陪着妹妹 我就先回来了 等一下 想必殿下也会亲自送妹妹回来 母亲不必担心 见苏然懂得主动避开 给锦王与苏又宁 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大长公主也甚深满意 好孩子 赶紧回去休息吧 祖母 马上过年了 孙女刚刚与燕王殿下退亲 又备有不祥之名 所以今年的宫宴 和各府的宴席 孙女就不参加了 也好 她一走 大长公主对夜市说 先前你还一直担心 二丫头与锦王之间有牵扯 如今你亲眼看见了 她主动避开两人 足以看得出 她并无此心 先前是媳妇多想了 以后不会再怀疑她了 但年底 外放的大员与许多世家公子都会回京树职 若能从中给她挑选一个好的 往后跟着夫婿去外地生活 想必她会答应 哎呀 母亲这么一说啊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 我大哥家那个二郎 年纪与小冉相仿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通判 但贵在身家清白 若是小冉嫁给她 倒是何事 话音刚落 祖母 母亲 却是苏又宁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路成锦 先回去吧 晚上我再去看 落叶后 姑娘 可是银钱不太够 苏仁点头 轩儿 想办法将库房里能卖的东西 悄悄卖了 价钱便宜点也没有关系 轩儿硬下 却见路成锦站在外面 姑娘 殿下来了 本王还以为你无欲无求 没想到 你竟也是个小才女 亏得他这一整日都在担心他 没想到 他却在这里忙着数银子 殿下不是试忙吗 怎么还有时间过来啊 今日你为何不辞而别 他就知道 他今日在刑部的一时失态 又引起他的怀疑了 但苏仁没有办法 将他与孽站之间的事说出来 哦 今日确实有些吓到了 再加上急着回来告诉家里哥哥的消息 就自己先回来了 而且苏仁说话间 明显在躲避他 又想到 夜市他们一直执着的要给他找夫婿 心口压紧 往后你有什么打算 若是让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上京 只怕陆成锦会生气 但他更不想瞒着他 于是鼓起勇气说 嗯 殿下 我一通祖母说好了 等过完年 我就会重回安堂立去 陆成锦一听 心里骤然一空 是不是以后你都不再回来了 自然不是 我的家在这里 家里还有祖母双亲在 我自然是还要回来的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再回来 等 燕王正式娶亲 放下对我的仇恨后 我就会回来了 说完 他心虚地低下头 陆成锦的心口 似被灌进了一股冷风 又冷又空 你曾经跟本王说 让我一定要当上太子 可如今你又执意要离开京城 所以从一开始 你就打定主意 与本王之间没有未来 对吗 陆成锦口口声声问他要未来 可未来他要娶的人 终究不是他苏然 而是他的妹妹苏又宁 如此 苏然苦涩一笑 殿下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 你我之间很难有未来 此言于陆成锦 无疑追心刺骨 他输得伸手掐住苏然的下巴 直直盯着他的脸 苏然 你果然是没有信的 说吧 他重重将他甩开 愤然离开 听说你过完年 就要重回安堂里去 你可是盼到燕王找你麻烦 也不仅如此 我如今的名声 与家里也不好 在家之与燕王之间的纠葛 所以想去安堂避一避 也好 你先去安堂住一段日子 等过了这阵风头 哥哥再去见你回家 苏然红着眼眶 只淡淡笑了笑 却无法点头 承下哥哥的真诚相待 回到清竹院 哇 世子爷真好 直到姑娘手头拮据 就替姑娘准备好了贺礼 姑娘 你是要给锦王准备贺礼吗 嗯 可是贺礼不是已经有了吗 姑娘怎么还要准备啊 我与她相识一场 她帮了我许多忙 我想亲手给她做点东西 聊表我的心意 轩二想想也是 这紫玉再好 只怕也抵不过姑娘亲手做的 来得有诚意 轩二出门去了 天黑才回来 哎呀 今日也是巧了 先是在修仙铺子里碰到了邓氏 他拉着我说了好一会儿话 后来出门的时候 又遇见了沈太医 他还关心你上次晚上的脚有没有好 哦 沈太医 他还在京城吗 对啊 听说史太夫因为上一次 史姑娘跟沈太医跑了 他也知道自家女儿经此一闹 大敌只能嫁给沈太医了 所以就不再反对两个人在一起了 苏染却想起另一件事来 沈直也是腊月初八这一天过生日 你明日再出去一趟 去石未斋 替我买两盒马蹄膏 当晚 苏染就在灯下 给陆成锦赶做起礼物来 腊八节很快到了 一大早 大掌公主领着苏又宁 苏染 还有苏承玉 进宫去了 马车转出巷口 往长街上行去 突然咔嚓一声脆响 走在最后面的马车 车身的车缘地方 竟断开成两节 却沿着长坡 往护城河里调去 苏染与苏又宁还来不及反应 往车厢后面跌去 千军一发之急 一旁飞奔而来一道黑影 竟徒手拉住车员 将马车拉住了 马车一止住 苏又宁就惊魂未定地掀起车连往外逃 车连掀起的瞬间 苏染看清了站在车前 凭一己之力 抓住马车的男人 他没有想到 他尽力躲避之人 竟这么快就遇到 看到聂战的那一刻 苏染方寸大乱 马车里危险 苏尔姑娘快驾车 苏染带着这牧梨 从马车上下来 聂战眸光如刃 脑海里 不自主地再次涌现 梦境里 那个与他缠绵的身影 哪怕有牧梨相隔 他也几乎可以认定 那个身影 就是眼前的女子 多谢聂将军出身相助 若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将军大恩 趁国功夫铭记于心 小染 宁儿 你们也过来 谢谢恩人 多谢聂将军 声音也很像 聂战时只紧握成全 他好想 好想揭开他的墓里 一看究竟 苏姑娘客气了 李人不过举手之劳 苏染连忙退盖 目光朝一旁的马车断圆上看去 马车断圆处 断扣干净平整 一看就是被人动过手脚的 狮子爷 不妨回去好好查一查 这是有人故意 要养为姑娘的命了 多谢将军提点 若真是有人故意作恶 本宫眼里 也是容不下沙子的 我们先进宫赋宴 不要耽误了大事 苏承玉应下 再次向聂战道谢 若是将军不闲浅 不如今晚 邪夫人过府 到我家里 一起过拉八戒如何 孽战的眸光 往苏染的方向 淡淡一扫 只怕会麻烦贵妇了 不麻烦不麻烦 就全当是感谢将军 方才对两个妹妹的搭救之恩 如此 彼人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就晚上见 两人就此告别 苏承玉上来马车 见苏染还带着墓里 你呢 就是太过小心谨慎 下次若是再遇到危险之事 这些虚理就先不要过了 保命要紧哪 苏承玉还以为 她是怕在外面抛头露面 才带的墓里 若真如聂将军所说 是有人故意对马车动了手脚 你觉得会是谁 苏染首先想到的人 就是陆承燕 她想他们死 太正常不过 但也有可能是梁西柔 上次在刑部 她就起了杀心 除此之外 她还想到荣贵妃 这几个人的身份 可都不简单呢 想置他与死地的人太多了 今日侥幸被孽战所救 那下次呢 下次还有没有这么幸运 陆承锦答应护他一事无余 可像今日这样的事 他又如何时时刻刻护得住他 所以唯有离开京城 再找一个脱身之法 才能求得最后的平安 都到这里了 要不就 祖母说话 何时轮到你们来察言了 孙女礼命 大哥哥 锦王殿下的贺礼 麻烦哥哥替我转交 说吧 苏染傅佑爬上马车 我回走 苏染早已习惯了 这种冷漠与险情 但心里还是会痛 马车回到镇国公府 也是已知道 路上发生的事情了 今日母亲进宫 本是为了去商议 宁儿与锦王的婚事去 大好的日子 却让你平白惹来这样的祸事 哼 真是晦气 苏染文言 瞬间明白过来了 难怪祖母会生这么大气 原来是担心今日的事情 会影响苏佑宁 与陆陈锦将来的婚事 心里又冷又空 母亲放心 我大难不死 阿宁与锦王的婚事 也会顺利到头的 我先下去了 我身子不适 晚上的家宴 我也不参加了 夜市巴不得她被要出现 回到清竹院 宣儿忍不住替她难过 姑娘 你可有伤到哪里 宣儿连忙挽起她的袖子 才发现她手腕处 又红又肿 哎呀 奴婚去外面替你抓大夫 不用啊 不过是扭到一下 洗两天就好了 上次 沈太医不是给了咱们 治外伤的爹打要求吗 你去巡来 替我擦一擦就好了 姑娘 那酒已经用完了 要不 奴婚再去问沈太医要点 一点小伤 不要再过于惊动 龙公我们在这个家里 待不了多久 不要在此时再惹出事情来 姑娘 给你请个大夫 怎么会惹事呢 今日是虽幼凝玉锦王 一亲的大日子 我请大夫 喜不又会让祖母他们认为 我是在出他们的眉头 你刚在我身边 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点给却还受不得 姑娘 睡一下吧 这两日你为了给殿下制作鹤礼 都没有好好休息过 苏然确实累了 这一觉直睡到掌灯时分 姑娘 沈太医来了 沈迟来了 苏然没有想到 这么晚了 他还会来 皇上已将锦王殿下 与三姑娘的下聘礼 定在腊月二十八日 腊月二十八 那就是二十天后了 这却是一间大喜事 大喜事 隐身在暗处的某人 看着苏然脸上的笑容 神情越发冷沉下去 世子爷同我说 你可能也受了伤 所以请我来 听你看看 原来是大哥哥 就是手腕上扭到了 无声大碍 给我看看 索性没有伤到筋骨 我给你拿点药 拿好药后 甚至没有急着走 这是今日 兰贵妃娘娘赏我的 我一个人吃 实在无味 就想请你一起尝一尝 舌头麻木无味 苏然还是将面前的半碗 腊八粥喝完 你怎么不吃啊 来这之前 我吃了你送我的马蹄膏 还不饿 你怎么突然想起 送我马蹄膏了呢 沈志目光若有所思地 看向苏然 这一时 她还未同她提起过 她的生辰就是在今日 所以苏然不能说 是送给她过生辰的 前几天听宣二说 你还在京城 而你上次又帮了我大忙 我就想着 买两盒糕点送给你 前刀谢礼 沈志清亮的毛子里 浮起了一抹黯淡 苦涩一笑 其实 今日是我生辰 收到你送来的糕点时 我心里很高兴 她已记不清 多少年没有过过生辰了 没有人记挂的生辰 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 空白日子 反而徒增伤悲 今日既是你生辰 那真是太巧了 如此 那两盒马蹄膏 就当是我送给你的生辰赫礼了 沈志 愿你 担逢良辰 顺遂时宜 一生平安喜乐 上一世 沈志受她所累 没能善终 这一世 唯愿沈志 平安喜乐 沈志眼眶微微泛红 手指轻颤 她想鼓起勇气 去握住苏然的手 冲身默默按下 小冉 你也一样 一生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 看似简单的四个字 却是她此生最大的期盼 沈志祖后 她抬步回到房间 秋若 你去问一下贺大哥 他在马房那边 这两日可以发现什么异常 是 秋若知道 他是要调查今日马车出事一事 正要换轩儿进来替自己擦药 房门推开 走进一个熟悉的身影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想看到本王 没有 本来早上想去进宫 给殿下喝生辰了 可惜 路上出了点小事故 目光落在他红肿的手腕上 陆成锦心里忠实不舍 朝他伸出手 药 苏然将药膏递给他 瓦车一事 本王也让人去查了 一旦查出是谁下的手 本王绝不放过他 一想到今早的事故 陆成锦至今还气狠着 这个男人嘴硬心软 每次 虽总因一些事同他置气 但一旦他出事 他又总会出现在他身边 若是两人之间 没有隔着那么多枷锁 和不可能 或许 他不会想着逃离 他悄悄朝他手腕上看去 见他两只手腕上都空空的 不由得问他 殿下 我送给你的礼物 你看到了吗 陆成锦恩了一声 贺礼一送到他手里 他第一个打开看的 就是他送的 可打开盒子后 他心里却挺失望的 紫玉虽名贵 却是苏承玉 替他准备的盒礼 还比不得他给沈志 买的两盒马蹄膏 苏染一见到他的样子 就猜到他没有看到 盒子底下那一层 陛下 他正要告诉他 秋洛急不走的进来 贺大哥可是发现了什么 秋洛迟疑着 没有开口 眼睛不自触 朝陆成锦看去 你主子问你话 你如实回答 是 姑娘 贺大哥说 昨日 他确实在出事的马车旁 见到了一个可疑之人 是谁 是 邓将军的胞弟 他跟贺大哥曾经是旧时 昨日突然寻过来 找贺大哥喝酒 后面去茅房 久久不回 去寻他时 发现他从那辆马车边离开 此言一出 陆成锦神情巨变 原来是陆成锦认识的人 他心里大致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邓将军 可是邓娘子已过世的夫婿 这 是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苏染万万没有想到 是邓轻鱼派人下的手 苏染转头 静静看向陆成锦 他在心里 同自己打赌 这个前一刻 孩子对他承诺 一定不会放过作恶之人的男人 会信守承诺吗 果然 陆成锦迎上他的目光 沉生道 这当中定是有误会 情欲不是这样的 心口仿佛破开一个洞 苏染不由自嘲笑 他 果然说了 人心的冷暖 往往只是在一刻间的转换 看来 殿下对邓娘子 很了解 此事本王会去向他问清楚 如果真是他做的 本王自会给你一个交代 不必了 殿下事务繁忙 而我与三妹妹并无大碍 此事就此结果吧 让他查到真相又如何 他会舍得处置他吗 如今只是得知是邓将军的包弟做的手脚 并没有证据与他有关 你就这么快定案 男人眸光里的冷意如浮冰雪 一如那晚 他将他带出府去 找大夫把脉看诊 他因提了一句邓氏 他也是这般的急眼力色 从那一次他就知道 有些人注定金贵 受他偏爱 苏然心灰意冷 无心与他争论 也深了 殿下请回吧 你就这么不相信本王 苏然已记不清 这是他第几次这样质问他了 他口口声声自己不相信他 而他又凭什么让他相信 苏然心底压抑的悲痛 再难抑制 殿下已认定与他无关 来查他作事 你此话是何意 方才我问过邱落侯 一个字都没有说 是殿下迫不及待要坐下判定 认定此事当中有误会 认定与他无关 敢问殿下一句 你又查过吗 为何就这么笃定的替他撇清关系 所以 到底是我不相信你 还是你从未相信过我 路程锦一争 脸色冷沉的要滴出水来 邱落下的脸色发白 跪在地上头都不敢待 屋子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我即刻就去问他 若真与他有关 本王必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不劳烦了 事与不失都无关紧要 殿下无需为此等小事 与夫人之间产生隔阂 况且 今日是殿下生辰 又逢佳节 殿下一家 应该团圆和美才是 说吧 苏然再不理会他 起身朝内侍走去 反手 关上内侍的门 路程锦是何时走的 苏然不想知道 之前我不理解姑娘 为什么一定要走 柳丁觉得 我们还是走吧 离开这里的一切 才能真正的开心 苏然坐起身子 看着轩儿 苦涩一笑 我家轩儿也长大了 真正懂事了 姑娘别怕 我会一直陪着姑娘 也会一直护着姑娘的 明日 你让兰儿去城西的黑市 找一个换鬼衣的人 向他定制三张人品面具 三张 丘若 终究是锦王府的人 我们要离开 不能带他一起走 此时 也不要让他知道 嗯 我明白了 姑娘放心 我明日一早就去告诉兰儿 第二天 丘若近来服侍苏然起床洗漱 她扑通一声 在苏然面前跪下 姑娘 奴婢对不起你 求姑娘责罚 苏然心里明镜般透亮 我没有怪你 我也明白 你的主子自始至终 都是锦王 他一手将你培养成才 这一份恩情 值得你为他忠心不安 不 不是这样的 奴婢昨日向姑娘 禀报事情的时候 并不是想替锦王殿下隐瞒 而是怕姑娘与殿下起争执 丘若 你本就是锦王府的人 是锦王为护我安全 暂时派你到我身边来的 而如今 我要离开这里 去安堂了 我无法带你通往 你还是会锦王府去吧 姑娘 你不要赶我走 我知道错了 求你不要赶我走 这段日子 德行有你在我身边庇护 我很感激你 但你我主不情义 只能到死 你走吧 姑娘不肯原谅我 唯有无言留在这里 我对不住姑娘 自去向殿下领罚 说吧 丘若朝苏染磕了三个头 骑身走 苏染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滚下来 人心肉胀 丘若这段日子拼命护着她 这份感情她都挤在心里 锦王府 陆成锦从外面回来 一进院子里 就看到跪在门口的丘若 丘若 你怎么回来了 陆成锦心口一沉 他这是要与她彻底了断 殿下不如属下将马车仪式驱通姑娘解释清楚 顺便再送丘若回去 不用了 他连丘若都送欢回来 还会相信他的解释吗 行李都打扮好了吗 那些繁琐的衣裙都不要带 只带简洁保暖的就好 只等时间一到 他就带着两个丫鬟离开 男二从外面回来 姑娘 买这三张人皮面具 足足挂掉了二百两银子 如今咱们身边只剩下六百两银子不到了 这以后 只怕是不够花了 我想过了 等找到阿云后 我们可以盘一间小店 做点小买卖 姑娘 到时候 你不能抛头露面 就让我当大掌柜的好了 对了姑娘 方才 我从外面回来 碰到了长亭 说上次马车的事 确实是那邓将军弟弟一人所为的 他全都认了 他是替邓氏打抱不平 所以对三姑娘下手 殿下打了他五十军冠 将他赶回北江 令他此生 再不许入京 姑娘 你 你不相信吗 锦王人都处罚了 还有什么不幸的 长亭说 殿下约姑娘后天去最香楼一间 想亲自同姑娘解释此事 离喇叭那天 已过去半个月了 这段日子里 长亭上门来找他好几次 苏然没有见他 姑娘 你去不去啊 你去告诉长亭 就说此事我早已忘记了 不需要麻烦殿下 再做解释 第二日 腊月二十四 小年 苏然就换上喜庆的一群 去上院给大长公主请安 小冉 你在屋子里闷了快半个月了 今日 随我们一起去伯府拜寿 苏然不用猜 也知道他突然的热情 不会有好事 谢谢母亲的好意 但 今日母亲与妹妹都出门了 我想留在家里 陪祖母 不必了 你母亲娘家舅舅 从外地回京过年 家里晚一辈都回来了 你也一起去玩玩 大长公主亲自开口 苏然不好再拒绝 如此 还请母亲容我回屋 换件衣裳 夜市平时最不喜欢 她抢苏又宁的风头 今日 却甚是满意她这身装束 不用换了 你这一生正好 我们快走吧 夜市领着苏然他们 风风火火地往荣肠补复赶 你真的想好了吗 苏然点了点头 你是怕燕王不放过你 你不如跟了二表哥吧 他虽长相欠缺些 但盛在任老实可靠 你嫁给他以后 可以跟他去外地的 这样 你就不用再面对燕王了 只怕 是我配不上二表哥 若是可以 还请你劝劝母亲 不要再给我说亲事 虽然你是淑女出身 但二表哥也是淑子出身啊 你如何配不上她 苏然心里的苦 苏又宁哪里知道 苏然已随着夜市 来到正堂前 这是你二表哥啊 和你一样 性子文静 红二 这是你苏然表妹 你们好好认识一下啊 苏然面容平静 朝她行了半礼 二表哥 叶红抬头看向苏然 一眼就撞见她淡淡如星的双毛里 顿时整个人都睁住了 竟呆呆地看着她 苏表妹 叶老夫人与夜市见了 暗下对了个眼色 看得出 叶红对苏然很是满意 这样娇媚动人的女子 一见面就被勾了魂去了 你领你苏然表姐 去后花园走走 她第一次来 你见尽地主之意 叶佩尔早已得了服侍的叮嘱 知道要领着苏然 去花园与二哥哥单独见面 表姐走累了吧 你先在这里歇息一下 我去方便一下就回来 苏然如何看不穿他们的目的 也不戳穿她 点点头自顾去花厅里坐了 苏然思索着 等下见到夜红 要如何拒绝这门亲事 外面传来小布声 苏然猜测是夜红来了 一道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 来人不是夜红 而是陆成吉 叶 苏然没有想到 他竟也来了荣昌伯父 更没有想到 他还追着自己 来到人家的后花园里来了 万一被人看到了怎么办 陆成吉冷传着脸看着他 他天天等着他萧气见他 他却倒好 不但在院子里养着恶犬防他 如今还打扮得这么明媚动人 和别的男子见面相亲 他真是打算要活活气死他 陛下你快离开这里 马上有人要过来了 夜红吗 陆成吉文思不动地站着 声陷冰冷 本王的女人 其他男人休想染指半分 再有相思 本王不会手下留情吧 你将夜红怎么了 本王没有将他怎么样 只是让他不能来这里见 文言 苏然松下一口气 陛下 你快回去吧 这里可是夜家 万一被人发现了 可陆成吉没有动 隔了半个月没有见他 他都还没来得及好好地看看他 陆成吉顺势握住苏然的手 他们特意腾出地方 让你与那夜家数子单独相近 这里暂时不会有人过来 见他一副不打算即刻走的样子 苏然的心里 默然生起了一种难言的怒火 他一把甩开他的手 急忙朝门口走去 他不走 他走 总归不能让人看到 他们俩单独在此处见面 陆成吉受不了他对他的不理睬 这样的搓磨 真是比杀了他还难受 所以他才追到这里来见他 可如今刚见面 话都没说上一句 他就急忙甩开他 陆成吉贵为皇子 骨子里的傲气被刺激出来 上前拉住苏然 将他带进自己的怀里 低头重重碾上苏然的唇 在碰到苏然身子的那一刻 陆成吉有些控制不住 似要将这些日子对他的日丝夜想 向他加倍地索求回来 苏然又气又怕 眼睛都红了 忍无可忍 终是仰手啪地打在他的脸上 清脆的巴掌 终是让陆成吉停了下来 神情间一片震惊 这却是他出生至今第一次爱巴掌 苏然气怒之下 手上也用了力气 这一巴掌打下去 将他的脸都打红了 等反应过来 自己竟打了陆成吉一巴掌 他脸上一下子湿了血色 身子都僵住了 他知道自己闯下大祸 他一个小小庶女 敢掌裹皇子追究起来 罪可诸足 他但凡能为他考虑一丝一毫 也不会将他逼到如此这般 他的不管不顾 会害死他了 陆下要打要反 习听尊贬 陆成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神色复杂地看着跪在面前的女子 最终 什么都没说 转身走了 没过一会儿 叶佩尔就回来了 一进门就抱歉地告诉他 叶红方才在花园里摔了一跤 所以失约了 叶表哥伤得可重 啊 崴到脚踝了 没事大碍 谢谢表姐关心 苏然听了 案子松下一口气来 叶红摔跤崴脚的消息 很快传进前面堂屋里 这还没定下亲事 只是见一面 叶红就出事了 这个苏家庶女 果然是不祥 叶老夫人再贪想 镇国公府这门亲事 也只得作罢 总不能让孙子去送命吧 叶红也没有想到 这眼看就要成的亲事 竟这样就黄了 忍不住掰了苏然一眼 苏然因路程紧的事 心里乱得很 再加上也听到 旁人对自己的闲言碎语 知道自己这样的不祥人 再留下来 只会扫大家的信 五千 方才在花园里吹了风 身子感觉不舒服 我想先回府休息 亲事不成 叶氏也不想再留他下来碍眼 所以求之不得 同意让他先回去 苏然走出府门下台阶时 一辆马车 刚好在门口停下 使月瑶正要下车 待看到苏然 神情一争 对闭谋作者的男子 胆怯 又略带兴奋地说 将军 是苏二姑娘 她果真被叶夫人 带来伯府赴宴了 闻言 涅战书地睁开眼睛 只是一眼 涅战的目光就定住了 女人的眉眼口鼻 形容神态 无一不与她在梦境里的女子契合 涅战神情先是震惊 忌而激动 最后只剩欣喜若狂 苏二姑娘 可是你寻的那位故人 涅战不耐地摆手 指住使月瑶的话 再吩咐车夫掉头 跟上苏然的马车 使月瑶见涅战追着苏然跑 心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将军 我们今日是来容穿伯府喝寿的 要不 我们赴完宴再走 涅战打断她 你若想赴宴 自己下马车 若是不然 不要再吵我 使月瑶马上晋升 不敢再多说一个字 苏然因想着方才与陆成锦的事 心神不宁 并没有觉察到 后面一路跟着的马车 她心慌又疲惫 今日打的陆成锦这一巴掌 要如何善终 方才她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也不知道她到底怎么想的 会不会轻易放过她 苏然想了一路 直到回到镇国公府 也没有想明白 她心里焦脆 疲惫至极 但按着规矩 她要先去上院 向祖母回话 金萌萌好奇地问苏然 姑娘不是随夫人去荣昌伯府 参加老夫人的生日宴了吗 怎么这个时间点回来了 苏然垂着眉眼 简单地说了一下伯府的事 大丈公主一听就知道 她与夜红的婚事黄了 不觉猝起眉头 正说着苏承玉从外面回来 小冉 你方才去外祖家可有遇到锦王 荣昌伯府今日可是发生了什么事 锦王竟然去伯府败寿了 苏然心里本就不安 再听到苏承玉的话 脸都白了 我与女爵们待在一起 没有看到锦王殿下 大丈公主问苏承玉 怎么 出事了吗 锦王殿下被人打了 还是扇的巴掌 脸都打红了 还落下五个手指印呢 谁认竟敢打锦王耳光 苏承玉先前被夏威威打过 所以按着她的经验 认出那手指印是女子打的 哎呀 应该是被某个姑娘打的 我真是好生佩服这个姑娘啊 姑娘 你到底怎么了 苏然将今日在伯府发生的事 同轩二说了 哎呀 姑娘 这可怎么办呀 万一皇上追究下来 那姑娘 是不是要被看脑袋了呀 说是皇上要追究 此刻 只怕我早就下大狱了 还能坐在这里 同你说话吗 轩二一听 顿时放下心来 姑娘 想来殿下还是留意情面的 没有供出你来 所以 我让你拴狗 是想着 若是他今晚来 我就趁此机会 好好地同他道个歉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此事可大可小 全在陆成锦的一面之间 他也知道 陆成锦不会真的要追究他什么 但他心里 必定会埋下心结与气恨 可当晚 陆成锦并没有来 他大抵是真的生气了 姑娘 殿下不是约你今日 去醉巷楼见面吗 要不 咱们去醉巷楼里等他吧 苏然本不想出门 但此事 解铃还须寄铃人 且不久后 他就要走了 全当同他吃最后的道别饭吧 最乡楼里的 陆成锦已提前将饭菜都点好 可等了半天 没有等到他的人影 看着面前的虾 苏然不禁想起 上次打给他包虾的情形来 苏然包一个 陆成锦就吃一个 一面回想着当日之事 苏然不自觉拿起面前的虾 一个个细细地包了起来 慢慢地等他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苏然将两盘虾全都包好了 陆成锦却一直没有出现 苏然的心 一如面前的这桌饭菜 也慢慢地凉掉 等了太久 他的腿都做麻了 苏然僵硬地站起身 离开了包间 姑娘没事的 殿下估计是今日事忙 我方才已让兰儿去找长婷了 告诉殿下姑娘在等他 想必今晚殿下就会来了 听着轩儿的安慰 苏然苦涩一笑 他知道 他到底以后都不会来了 果然当晚 陆成锦没有来 第二日 长婷却悄悄地来了 姑娘莫怪 因为下聘之期 就是两日之后 殿下着实忙碌的紧 所以抽不出时间过来 无碍 我知道殿下忙 也无甚大事 只是想问一下 殿下有没有好一些 多一些姑娘关心 殿下脸上的印子 已经快消了 皇上问起时 殿下也随便找了个借口 搪塞过去了 文言 苏然心里稍稍松松下一口气 但胸口堵塞的酸色感 却越发强烈 长婷回到锦王府 殿下 你这是怎么了 陆成锦低头抹腰 没有理他 长婷走近一看 却见他身上长出一些红疹 殿下是不是一下子吃太多虾 肌肤过敏了 四虾主子就是死鸭子嘴硬 一面要同姑娘置气 一面又舍不得倒掉 他亲手包的虾 一口气全吃了 不吃出毛病才怪呢 殿下 你真不打算去见见姑娘 陆成锦 扔下药瓶 不见 还冷落本王那么久 本王不过有样学样吧 这个女人从认识之初到现在 一直绞尽脑汁的想要离开她 她一直紧追着她不放 生怕一松手 她就再也找不回来 而如今既然知道她心里也有她 陆成锦决定 这一次一定要硬起心肠 不去见她 好让她也急一急 体会一下茶饭不思 妩媚私服之苦 难道殿下是要故意 急一急姑娘 见陆成锦一直盯着那手上看 眉眼间是掩不住的欢喜笑意 长婷实在受不了 她这副口是心非的样子 说到底 殿下是又不舍得让她担心难过 又死要面子罢了 清竹院 姑娘 新衣服做好了 你要不要试一试 不用试了 总归那日苏又宁才是主角 我穿什么都无所谓 人人嘴里都在谈论 三姑娘与锦王的下聘礼 都说二人是天作之合 听得轩二心里好难过 明明自家姑娘与锦王殿下 两情相悦 可惜天意弄人 姑娘跟殿下之间 只怕永远都没有可能了 姑娘 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们走 只怕要元宵节后了 算算日子 还要在这里待半个多月 苏冉的心里总是不安 有种夜长梦多的感觉 因着明日就是苏又宁 与陆成锦的下聘礼了 大掌公主心中欢喜不已 这聘礼一下 宁儿与锦王的大婚之期就不远了 乔冉作为姐姐 婚姻大事也要抓紧办了 你做母亲的 还得多为她操操心 祖母 您先前不是答应让我回安堂的吗 祖母先前确实答应过你 但回头仔细想想 你一个女儿家 久居安堂 也不是长久之计 总归是要嫁人的 苏冉全身如坠冰枯 跪到大掌公主面前 摆着脸恳求 祖母荣禀 孙女福宝 又是不祥之人 只怕无人敢娶 还求祖母大发慈悲 说我去安堂清修度日 了却残生 你去静修清静了 可咱们镇国公府 却要背上骂名 说我们苛代庶女 所以你就安心在家里待着 让你母亲 另外替你寻觅亲事 文言 苏冉如五雷轰柄 正在当场 她已筹划好一切 只等公安年就离开 可如今 却因祖母的一句话 又重新判定了她的未来 母亲 小冉方才的话 倒是没有说错 她名声不好 又是不想忍 这亲事 着实不好找的 京城里 但凡有头有脸的人家 只怕 不会接纳她 连叶红这样一个 出身低下的数字 都不愿意娶她 她想嫁给体面人家 恐怕是妄想 正气不成 天方也是可以的 就不相信 咱们镇国公府的庶女 给人做妾都不要的 此言一出 叶氏满意笑了 连连应响 苏冉却脸白如指 如判死刑 彼人聂战 见过大长公主 不知聂将军突然造访 有何赐教 实不相瞒 彼人前几日 在荣昌伯父门口 后见贵妇二姑娘 一见清晰 闻言 大长公主与夜市 揭示一争 这个义军突起的新贵 不只是皇上眼前的红人 还手握重兵 如今还掌管 进军大权 大长公主 眯起眸子 打亮着面前的男人 虽然年龄 比苏冉大了些 但不得不说 却比先前的沈太医 与夜红都要好 小冉能得将军亲眼 真是他上士修来的福气 所以 聂将军此番前来 所求何事 再次朝大长公主 与夜市 恭敬行礼 离人不惨 诚心求去二姑娘 还请大长公主 与夫人御城 两人都正愁 苏冉嫁不掉 哪有不答应的 大长公主 正要开口答应 苏冉 静止从里面 走了出来 聂战 闻声回头 看到一步一步 向她走近的女子 仿佛是梦境里的女子 向她走来 顿时情绪翻涌 激动地死死 钻紧了拳头 苏冉脸色发白 她淡淡扫了一眼 直直看着自己 不一眼的男人 祖母 可否容我图聂将军 单独说两句话 此举实在不合规矩 大长公主正要出言斥责 聂将军却抢先一步 若是苏姑娘不嫌弃 可否一步去比人府上一座 不必了 就去院子外面吧 两人竟毫不在意 大长公主同意与否 以自顾拿定了主意 上院外面的长廊下 苏冉看着她 上一世与她之间的纠缠 如走马灯般 在眼前依依依转过 重生以来 每每想到她 苏冉都想逃避 可有些人和事 注定是她命中的结束 无论她怎么逃 都逃不掉 如此 她只能咬牙面对了 将军 当真只是在伯府门口 见过一面 就要娶我 姑娘不必怀疑 比人当真是对姑娘 一见倾心 那将军先前的诸多举动 又是为何 若真如聂战所说 是对她一见倾心 那她将宅子 按在苏府的附近 还有使月瑶的几番相约 又是为何 难道先前自己猜想错了 她也是重生而生 聂战迎着她犀利的目光 迟迟没有开口 四在犹豫思量 见她这一般 苏然心口至极 将军既做不到坦诚相告 就休要再提诚心求取 说完这一句 她转身就走 且慢 她目光搅着她 带着明目张胆的轻悦性 苏然仿佛被猛虎盯上 心口之颤 她眯起眸子 沉沉开口 苏姑娘当真想听 将军有话不方明说 其实 我认识姑娘 是在比人的梦境里 姑娘的模样 我已看过无数遍了 早已深深刻进了她的脑子里 苏然神情一阵 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看向她 姑娘别怕 我并未偷窥过姑娘 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她的梦里 苏然直觉 她是在骗自己 但转念想到 连她都能重新活过 她所说的梦境 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若是上一世残留的记忆 苏然不难猜到 自己在她梦境是个什么样子 而男人看向她的目光 也在告诉她 她所料不假 苏然又羞又恨 她惶恐地想 上一世她只是看了自己一眼 就见色起意 胆敢向路程艳要她 而如今 她的梦境里已出现了她 她岂会愿意放过她 苏然咬牙 让自己冷静下来 人有相似 况且梦境本就是虚化一场 将军何必当真 若只是一两次偶然梦见 别人不会当真 可若是夜夜梦里相伴 姑娘让我如何不信 似乎是从今年春月开始 苏然就开始出现在 孽战的梦境里 曾经 孽战还以为是 撞见了妖魔邪碎 还请了道士施法 可并不起作用 反而每次梦里 同她欢好过 隔日 她都精神抖送 如此 她再无顾忌 放纵地与她在梦里相会 日子一久 她再也不满足 只是梦境一场的虚无 她想在现实中找到她 孽战通过搜罗 各种与梦中人 相同特征的人的物征 请画师画出画像来 托人四处寻觅 没想到 还真让人寻到了 看着面前鲜活的梦中人 孽战忍不住上前一步 向她靠近 只要你嫁给我 我什么都疑你 男人眼神里的疯狂让她胆寒 她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 据我所知 将军已入了燕王的麾下 那你可知 我与燕王是何关系 你不怕得罪燕王吗 实不相瞒 我能这么顺利地找到你 全托燕王相助 是她在看到我手中的画像后 告诉我 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苏染再次震住 原来她早已知道 孽战在寻自己 而这一世 她又像上一世那般 毫不留情地将自己 出卖给孽战 这个男人 为了权势地位 真是心狠手辣 什么都可以出卖 苏染的身子如坠寒潭 将军对燕王支支甚少 他那样的人 口密复健 为了拉拢你 他可以出卖我 但他的心里 未必就真的放下 说不定 日后就会加倍地报复将军 李人也并非完全依赖他而立足 我可以责主而从 也可以弃之自保 说句大拟不到的话 这大晋的天下 总归是他们陆星之人的 谁当这个太子 与我又有什么感性 这番言论 苏染上一世也听他说过 他凭着天生的神勇 成为统领万军的大将军 可他天生狂妄 又不屑权衡利弊 率性而为 也只有他这样的人 才胆敢不顾他皇后的身份 开口向陆成燕要的 而这一时 他又走上同样的路 可孽战哪里之斗 皇权争斗下长大的皇子们 心机城府之身 手段之隐忍 狠辣 若是你不愿意猥亵 李人即刻回去休憩 再以正妻之名 风光娶你进门 他越是急切 连法度伦理都不顾 苏染的心理 越是排斥 心慌 只要他开口求婚 祖母绝对会答应 而只要祖母金口硬下 此事就是板上钉钉了 他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心里绝望之极 良久 他缓缓地说 若将军当真心里有我 可否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我都计你 此事太过突然 将军可否容我考虑考虑 先不要同我祖母敲定婚事 我答应你 但此事不能拖得太久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 明日此事 我再来问你 明日不行 明日是我三妹妹 与锦王下聘的大日子 府里人多事杂 祖母劳心劳累 也没有时间来操心我们的事 那就后日 孽战看着面前鲜活的梦中人 真是一天都不愿意多等的 三天吧 我三天后给你答复 三天后正好是大年初一 也好 倒是希望姑娘给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如此 大年初二 比人就以女婿的身份 等五百年 这是告诉她 无论她同意与否 她都会要娶她的 如实说出来 她并非良配 我不想嫁给她 苏然语气坚定 再不像之前那般畏缩 大长公主瞬间就看出 她这是要公然违抗 她们的命令安排了 你可知如今上京城里 有多少女子排着对嫁给聂将军 她不嫌弃你的出身和名声 愿意为你修了史家女 你还有何不满意的 难不成 你还想当皇后娘娘不扯 夜市已急不可耐地 劈头盖脸地骂她 一个出身卑贱的小庶女 有什么好矫情的 若不是仗着有几分姿色 人家一个堂堂 萧奇大将军会看上她 真是不知好歹 她不过是一个 剑色奇异之徒 语气院里那些 魏波美人一笑 撒光家产的 嫖客又甚屈禀 她今日为我 修弃史家姑娘 殊不知 明日会不会 为了其他女人 再修弃我 这样不轻寡性之人 有何值得我满意的 你 真是反了你了 竟敢用这样的语气 同长辈说话 一个姑娘家的 说话太不知羞耻 在今日之前 苏冉对苏家 尚且留有余地 她一直隐忍相绕 一是因为 她身份地位所迫 二则是因为 她暂时还未打算 与苏家彻底决裂 但如今看来 她在大长公主 她们眼里 永远只是一个 卑贱 可以随意遭贱的 小庶女 她若再不为自己说话 只怕她就要 架定孽战了 没想到 你心气竟如此之高 连聂将军这样的人物 你都不瞧在眼里 竟是 我们小瞧了你了 先前 你与燕王退亲 祖母还当真以为 你是因为受不了 荣贵妃的谋害 才执意退亲 可如今想想 只怕是连燕王 也入不了你的眼了 你并非不想嫁 而是 没挑到众意的人 对吗 不是的祖母 我是真心不想嫁人 还请祖母明见 对上祖母灵力 蓄寒杀意的眼神 纵使她再坚强 单薄的身子 还是止不住 微微的站立 不论是上一世 还是这一世 若论手段很大 她这个祖母 并不比陆成燕逊色 普天之下 能胜过燕王 与孽战的男人 数不出几个 她是在暗示 她苏染野心勃勃 意图攀上 更有权势的男人 果然 夜市一听 立刻就想到陆成锦 不悠悠想起 之前在史家 陆成锦拼命 护着苏染的情形来 顿时 她看向苏染的目光 似要吃了她似的 你退下吧 你的婚事 我与你母亲 自由考量 她一走 母亲 老爷说得对 她就是个忤逆女 儿媳也怕她的不祥 会给宁儿的下聘礼 惹来麻烦 不如 明日就让她不要出现在前厅了 大长公主明白她心里的担忧 但她并不担心 明日的下聘礼 她反而担心苏染提出的 与孽战三日之期 这明显是在拖延时间 这三日内 她想干什么 明日南贵妃定会派人来观礼 若是不让她出面 反而惹人非议 你大可不必如此慌乱 一个小小庶女 再厉害 还能翻出你我的手掌心 这三日内 不许她出府 等三日之期一到 不论她同意与否 这门亲事 我们都替她定下 再调个日子 早早地将她嫁过去就成了 夜市一听连连抵头 赶紧下去安排去了 一日天不亮 整个京城都跟着热闹起来 上一次京城里这么热闹 还是几个月前 燕王与苏家长女的下聘礼 而今日更是非同凡响 一个是当今天家 最器重宠爱的黄四子 陆成吉 一个是镇国功夫的掌上明珠 嫡女苏又宁 如此尊贵身份的两个人 注定要受万众辱目 从锦王府抬出的聘礼 堵了整条长街 即日一到 陆成锦在理官的陪同下 踏进了苏府大门 今日她难得地换上了一身 降色锦袍 显露出几分喜情 苏染静静地站在人群中 看着她 她已做好万全的准备 按理 此时应该心无波澜才是 但看到她如众星拱月一般 被众人猝赢进来的那一刻 胸口还是止不住的止痛 她注定要借助苏家之事 登上太子之位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光芒万丈 而她 却已被苏家所不容 辛苦挣扎 只为苏且活命 何谓云泥之别 这就是 所以她与她注定 有缘无分 聘礼进府了吗 想必 聘礼很快就会送过来了 也是不巧 长街上两辆马车相撞 堵在路中间 将咱们府上的聘礼队伍 给堵住了 路程锦颇是不满地 瞪了长亭一眼 对大长公主说 姑祖母 聘礼未至 不足诚意 还是等聘礼进府后 再行下聘礼吧 这本就是规矩 大长公主自是不会说什么 夜市万万没有想到 今日下聘礼尚未开始 就不顺起来 偏又催不得 一肚子的火气没出放 只得回头狠狠地 弯了一眼苏然 一定是她这个 不祥人招惹来的麻烦 真是不该让她出来 今日这样的大好日子 苏家人皆是喜笑颜开 唯独今日的主角锦王 却神情凝重 谋色冷淀 不见喜色 直到看到人群中的 某道身影时 她的神情才有松动变化 苏染站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她以为她不会看到她 可是一抬眼 就对上了陆成锦的目光 男人眸光深沉 四含着千言万语 苏染心里一酸 正要低头避开她的目光 去见她抬起手腕 露出袖袍下 那条她亲手为她做的手绳 原来她竟找到了 这条手绳就是她藏起来的对她的心意 永远不被她知道才好 却没有想到她竟找到了她 还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戴在手上 一时间 苏染心里酸甜交错 五味杂陈 她眼眶直发酸 堪堪要掉下泪来 路成锦反倒一点也不急 坐下喝茶 同大掌姑主闲咬着 眸光不时地看向门外 苏染瞧着她的形容 隐隐觉得 她好像在等着什么人似的 可下一席 大掌公主 殿下 下篇礼尚未开始吧 高公公跑得气喘吁吁 颇事失疑 她此时来 定是代表皇上来的 不知高公公此时来 可是圣上有什么旨意 高公公 尴尬地笑了醒 正是 皇上急召大掌公主 殿下与苏桑姑娘进宫 什么 这个时候进宫 夜市没忍住 脱口问了出来 这马上就要下聘定亲了 皇上怎么突然在这个时候召见 那下聘礼怎么办 大掌公主隐隐觉察到 事态不对 是啊 公公你瞧 这马上就到及时了 此时进宫 那不就将两个孩子的事 耽搁了吗 高公公叹息一声 唉 事出紧急 还请大掌公主见谅 皇上说了 今日的下聘礼 暂时取消了 前清宫 陆承锦与苏佑宁 俯着大掌公主进去时 燕王已立在狱前 皇兄 陆承燕冷哼一声 甩袍走了 目光四刃 怨恨十足 等大掌公主坐下 近地冷冷地说 今日急着将姑母请来 是有东西给姑母看 大掌公主接过信件 只看了开头 心里已一片明了 这位皇家掌公主 威严了几十载 第一次感觉到了苦 苏佑宁 苏佑宁 这些信 可是你写给燕王的 苏佑宁只是一眼就认出 她全身一颤 扑通一声 堪跪在地上 大掌公主 叶色发白 颤颤巍巍地跪下 向近地求情 陛下 是我 教养不善 才养出这么个忤逆女 还求殿下 看在我的情面上 饶了她这一次 祖母 那信不是我拿给父皇的 大掌公主 却没有回她的话 殿下 脸上的手印 全好了 陆成几谋 无光微臣 没有回答她 殿下 可要将那位姑娘 藏好了 你也看到了 为了几封信 陛下差点要人性命 若是 让她知道 她最疼爱的儿子 被人掌握 只怕 会将那个人 无马分尸 也不止 陆成锦一听 瞬间明白 大掌公主 是将今天的事 寄到她身上了 姑祖母 这是不相信我了 就算 不是你做的 只怕 也不是 与你完全无关 聘离被赌一事 就很可疑 姑祖母英明 还真是什么事 都瞒不过您的眼睛 只不过此事 我这里还有存疑 等查清后 定会给姑祖母 一个交代 自今日起 这几个皇子的话 他都不会再轻信 在路上时 陆成锦吩咐车夫 将马车赶慢些 等他们到达 镇国公府门口时 宫里宣旨送赏的工人 也恰好到了 见他维护苏家的脸面 大掌公主 看下他的目光 又微微变了 来的还是高公公 当众宣读圣旨 封 苏又宁 为永宁郡主 顿时 那些想看镇国公府笑话的人 却一个个呆在当场 完全看不明白了 人人都好奇 这个苏家嫡长女 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让皇上中途叫停了下聘礼 可如今非但没有听到他犯错受罚 反而受封为郡主 而更让大家惊诧的是 与他取消婚约的锦王 还亲自送他们回来 好似一点事都没有 如此一来 大家心里的猜测又转了向 夜市苍白着脸 挣扎着从大厅里出来 听到女儿得封郡主 她惊喜之余 也是一脸懵懂地看向了婆母 可大掌公主和苏又宁领指谢恩后 却一个字都没有多说 到了府内 大掌公主吩咐照常大开宴席 庆贺苏又宁守风郡主 一场原本应该丢尽颜面的退亲 在大掌公主的操纵下 却悄然演变成了 庆贺孙女守风的喜宴 陆承锦将他们送达后 谋光在苏家众人眼里扫了一眼 却没有见到苏冉的身影 她心里隐隐不安 长庭过来低声禀报了几句 她的脸色疏得一沉 原来大掌公主与苏又宁 被禁地召进宫后 夜市就昏倒了下去 苏冉与丫鬟们 一起将她扶到厢房歇息 却没想到她一醒来 捞起手边的茶盏 二话不说 就朝苏冉砸了过来 都是你这个不祥人害了我的宁儿 如今她被取消婚约 这一辈子都毁了 你高兴了 我告诉你 若是宁儿出了事 定不会饶了你 苏冉躲闪不及 也没有想到 夜市会突然朝她发难 被茶盏砸中了鼻子 顿时鲜血之流 哪怕如此 夜市也没有放过她 罚她跪在厢房里 直到传来苏又宁回府 并被封为永宁郡主的消息 夜市才放她回屋 没有她的允许 不许再踏出青竹院一步 青竹院 苏冉换下被茶水泼湿的衣裳 姑娘 你还疼吗 要不要找府衣给你看看 看得宣儿伤心又心疼 我没事 就一点小伤 猜点药就好 夫人真是太过分了 什么事情都怪在姑娘头上 她明明知道所谓的不祥人 是当初燕王 故意编排出来污蔑姑娘的 她还拿她当真 试试处说针对姑娘 反正我们马上也要走了 她怎样对我都无所谓了 苏冉原本是打算过完年再离开 可自从昨日聂战上门求亲后 她当即便做下决定 要借着今日府上半宴 人多热闹 离开苏府 逃出京城 她之所以要同聂战约定 在三日后再谈婚事 就是希望他们能被晚一点发现 这样他们就可以逃离京城更远一些 宣儿想到马上就要逃离这里 既兴奋又紧张 姑娘 等一下 我们要如何流出去 今晚复礼设宴 赵丽 下人房里也会摆洗面 到了晚山时间 他们自然会离开 到时候 我们就趁机离开 包裹都让兰儿先带出去了 我们戴上人品面具 假扮成打杂的下人 从侧门出去 然后再到柠檬阁 找到兰儿会合 然后就可以走了 幸好姑娘安排好一切 不然我们带着包裹跑 太打眼了 如此 主婆二人静下心来 只等晚山时间一到 万米下人离开 他们就逃离 镇国公府 而另一边 苏福的后门巷子里 停着一辆毫不起眼的清远马车 路程紧闭眸坐在马车里 静待天黑后 好翻墙进府 她心里的不安越发强烈 她第一次觉得 这天怎么黑得这么慢 五表哥 我们来了 无忌吓了一跳 你 你是苏姑娘 但看到无忌完全认不出自己 苏染的心里甚是开心 姑娘 我已提前帮你们在 城郊市里外的刘家庄 寻了个庄户 收留你们一晚 兰儿时路 你们歇一晚 等明日天亮后再赶路 无忌非常细心 这样的大风雪天 他们定不能冒夜赶路 太过危险 五表哥 谢谢你 活了两世 她还从未独自离开京城 去外面闯过 所以很多事情 她都顾忌不到 姑娘 要不我送你们出城吧 苏染看着无忌 看下兰儿的不省目光 不有感觉对不起她 五表哥 此次我们出行 为师不义 所以不敢用丝毫的泄露 还请你见谅 姑娘放心 我省着的 姑娘 但还是烦请你 多召开一下兰儿 她性子急 一冲动 在外面容易吃亏 我会的 五表哥 你也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咱们后会有期 告别无忌 三人上了苏莱的马车 往城门口赶去 后天就过大年了 这个时候 人人都以归家团聚 像苏染他们这样 往城外赶的就更少 风雪渐大 离城门也越来越近 苏染的心口 砰砰直跳 哪怕戴着面具 他们三个女的连夜出城 还是这种时候 也是很大眼 出来已经两个时辰了 也不知道苏家的人 有没有发现他们逃跑了 会不会派人追过来 他私逃出家 以夜视他们对他的尊物 只怕会被活活打死 苏染紧张地搅着手 不自主地捏紧了手腕上 红绳套着的那个铜钱 这一刻苏染突然有点想那个男人 说起来 他连同他好好地道别一声都没有 而且自那次争吵后 他不肯再见他 如此 等他知道他离开的消息 应该是很久之后了 也好 这样 正是他想到的 与他一了百了 再无牵挂 虽然这般想着 可苏染的胸口却堵得厉害 隐隐地痛着 若是被他发现 他就这样一声不吭地跑了 只怕又会骂他没有良心 轩儿看着他的神情 猜到了他的心思 姑娘 等我们找到了小少爷以后 还回不回来 苏染撇开脸 悄悄抹掉眼泪 还没有离开 你怎么又问起回来了 其实 我今日看到殿下与三姑娘取消婚约 我有一瞬间 是想劝姑娘留下来的 但我也知道 姑娘放不下小少爷 急着去找他 所以我在想 如果将来找到小少爷 姑娘是不是可以带着小少爷回来 毕竟 殿下他 我不喜欢京城 更不喜欢皇宫 不想再回来 你还怕咱们姑娘没人喜欢吗 只怕以后 姑娘被人抢着要呢 兰儿的话 冲淡了离愁的心酸 谈话间 城门已到了 却被守兵拦住了 车夫秉明是出城 那守兵拢着袖子 朝车厢里扫了一颖 见是三个模样粗鄙的小妇人 就没有兴趣细茶 挥手让他们过去 主仆三人不愿儿童松下一口气来 而就在马车往城门出口走去时 后面突然传来了一道男人的声音 停车 苏染一听那声音 头皮都麻了 两个妇人出城 大雪天 又是晚上 那守城头领 马上就悟出不对来 车上的人 赶紧下来 苏染万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孽战 三人下了马车 兰儿站在最前面 身子半挡着后面的苏染 孽战走近两步 眸光冷冷地往三人身上一扫 你们是哪里人士 这么晚了 出城做什么 我们是留家庄人 今日进城给姑母送年货 姑母留我们吃晚饭 所以出城回家晚了 你们姑母家在城中何处 兰儿不加思索地抱了无济家的住址 涅战见他说的麻绿 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就示意守兵去马车内再检查一下 那守兵立刻动手 要将苏染他们的包裹打开细茶 包裹里的衣裳出自镇国姑府 哪怕再普通 也是寻常人家见不到的 与他们此时身上的穿着完全不相同 如此对照包裹里的衣裳 岂不让人生疑 哪怕涅战没有认出他们的身份 只怕也要将他们当作小偷 若是带回去一查包裹里的东西 他们的身份就暴露了 想到这里 苏染全身冰凉 止不住地发抖 兰儿轩儿也是心惊胆战 苏染重重地掐了自己一下 让疼痛助自己镇定下来 他深吸一口气 捏了捏两个丫鬟的手 示意他们不要害怕 官爷 这里面都是姑母给我的一些旧衣服 还有一些女子的贴身置物 还请官爷手下留情 那个官差 闻言就停下手 看下涅战 涅战也觉得无需再查下去 可总觉得哪里不对 心里莫名不想放他们走 他的直觉一向是零的 如此 他冷冷吩咐 完成门 离城门关闭 还有最后的半刻钟 如此 那些守兵连忙依令行事 兰儿着急地喊道 大人 先让我们出城回家吧 阿爹言命 若是不回去 会打断我们的腿的 可涅战根本不理他 苏染全身如坠冰枯 难道涅战认出他们来了 正在此时 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涅战也闻声看过去 领头的马匹一闪电般 飞驰到了他的面前 涅战眸光一沉 面色黑沉的朝马背上的人看去 来人一身悬色大肠 居高临下的骑在马背上 只是一眼 涅战就感觉到来人凛然凌冽 又来者不善的敌意 扬了他一身血 来人却一句歉意都没有 却不再看他一眼 这是完全无视他 将他不放在眼里了 涅战也不是钢筋式的矛头小子 很是沉得住气 只拿寒谋看着他 不过短短一瞬 两人之间不过一个照面 却一是刀光剑影 手兵们见到来人 更是惶恐的直接在雪地里跪下 卑职们见过 锦王殿下 靠在马车旁缩成一团的主仆 三人早已乱了方寸 也跟着手兵顺势跪了下来 头压得低低的 那手兵头领见涅战没有动 连忙上前悄声提醒 大人 此人就是锦王殿下 涅战眸光一沉 他早已听过锦王大明 却还未见过他的样子 但方才一见 他一眼就猜出他的身份 而同样的 陆承锦也一眼就认出了他 涅战上前两步 朝陆承锦拱手 见过锦王殿下 陆承锦凉凉一笑 涅将军真是尽责 这么晚了 还亲自收城门 他翻身下马 迈步来到马车前 停在三人面前 抬起头来 他一字一句 冷冷下令 为何将他们扣下 陆承锦协看了一眼涅战 律力有力 城门尘时关闭 可眼下还未到时辰 为何提前关城门 此话却是在质问他 涅战明显感觉到了 他对自己的敌意 锦王殿下 真是体恤下情 连几个出城的妇人 都要关心 本王要出城 他们挡住本王的道了 守兵头领 见苏染三人还傻傻地跪着 还不快起身离开 莫要再站着到了 苏染如闻天籁 连忙拉着兰二轩二起身 连滚带爬回到马车里 马车离开城门的那一刻 苏染如火心生 可下一刻 就听到后面有马蹄声传来 难道方才他已认出他来了 来抓他回去了 听着渐行渐远的马蹄声 苏染掉着的心 放松下来 苏染想起方才男人 看他的目光 胸口却又生出一丝 难言的失望与惆怅来 宣二却心疼地看向苏染 我没事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我高兴还来不及的 他与路成紧 从这一刻真正了断 他们顺利来到了 无忌替他们提前寻好的庄户家里 夜已经很深了 庄户一家都歇下 可苏染与兰二轩二 却没了睡意 想到从此以后就离开京城 摆脱苏家的掌控 获得了自由 三人都激动难眠 苏染更深 他摆脱的不止苏家 还有孽战的纠缠 想到从今往后 他只要带着弟弟与兰二轩二 好好地过日子就行了 他心里的激动与欢喜 终是冲淡了对路成紧的不舍 夜色深浓 风雪四溢 紧挨着农家小院一侧的斜坡上 静静屹立着一个人影 凤眸看向尚且亮着灯火的房间 听着里面传来他的欢笑声 路成紧心里冰凉一片 原来离开了他 他竟是这般的快活 路成紧确实是带着怒火而来 谁能明白 当他苦等天黑之后翻墙入内 满心欢喜去见他时 等待他的 却是人去楼空时的那种感受 仿佛整颗心都被挖空了 他原以为退了与苏又宁的婚事 能让苏染安心留下来 没想到 他还是走 他就这么想离开他 其实在城门口只是一眼 他就认出了他 他自以为戴了面具 他就认不出他来 可他哪里知道 哪怕只是他的一根头发丝 他都认得 何况那双眼睛 他凝视过 亲吻过 替他擦过眼泪 从里面感知他的一切喜怒哀乐 他岂会认不出来 只是 这个女人太狠心 狠心到让他心寒 其实在城门口认出他时 他心中的怒火瞬间就消了 还庆幸自己赶来及时 没有让他离开 可接下来他的一个动作 却是寒透了陆成锦的心 彼时 被风刮过 掀起了他的袖袍 露出他手腕上半脚铜前来 他生怕被他发现 一把伸手捂住 陆成锦看得真切 一颗心顿时沉入坛地 在那样的危急时刻 他竟然都不想被他认出 他真是拼尽全力 要从他身边离开的 不知不觉 天光渐明 陆成锦的肩头 记下寸厚的鸡血 眉眼上也附上了冰霜 长廷陪着他站了整夜 实在不忍 尚且轻声问道 殿下 您不进去吗 陆成锦最后看了一眼屋子 屋内的灯火早已熄灭 他的欢笑声也听不到了 他转身离开 你想造反不成 殿下三思啊 若是捡坏了 没人修补得好的 这条手绳不紧 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女人 他难得要被这一条小小的手绳 困住一辈子不成 滚 长廷真要滚出去 殿下 为止查到姑娘逃走的原因了 陆成锦一证 什么原因 两日前 聂将军突然上门求娶姑娘 逼着姑娘嫁给她 姑娘无法 求聂将军给她三天时间考虑 奴婢想 姑娘大抵是不想嫁给聂将军 但按照大长公主与夜市的性子 定会要逼着她嫁的 姑娘这才走投无路 想着逃走的 陆成锦一听 充满红穴丝的眸光骤然一亮 死去的心瞬间又活了过来 想也没想 她起身朝外冲去 殿下 奴婢同您一起去 大娘 昨晚歇在你们家里的那三位小妇人 可还在 不在了 天刚亮他们就走了 闻言 陆成锦心口疏得一沉 大娘可知 他们往哪边去了 要去往哪里 今早 天刚毛毛亮他们就起身走了 好像是 着急赶路 陆成锦一听 就明白过来 他这是知道自己发现了他们 怕他追来 所以急着走的 也是 苏然那么机智 又有什么事能瞒得过他呢 陆成锦重燃的心口 不由再次冷却下来 主子莫急 想必姑娘他们一时走不到太远 我们沿途追上去 定能追上他们的 马车的角力 自是没有办法跟他们骑马相比的 陆成锦正有此打算 敢问 公子可是锦公子 正是昨日那三位富人当中的一个 今早离开时 托我转告一句话给公子 他说了什么 他说 多谢公子成全 多谢他成全 再简单不过的几个字 却再次掏空了陆成锦的心 苏然这是感谢他 昨晚认出他 放得出城 一时料准 他今日会来追捷他 所以求他成全他 不要再去追他回来 与其说是求他成全 不如说是求他放过 陆成锦心里空了 再难挪动步子 他在原地站了许久 想着昨晚在此处 听到他的欢快笑声 再想到他第一次在马车里 哭着求他放过时的情形 心里如被钝刀 狠狠挂着 原来一直以来 都是他的一厢情愿 他的出逃 只怕不只是要逃避孽战 也是在逃避自己 陆成锦突然觉得 他觉得很没有意思 陆陆转转那么久 与他纠缠那么久 到最后 还是没能捂热他的心 他既然那么想离开 就如他所愿吧 陆成锦嘴角勾起 一抹嘲讽的笑意 转身上马 掉转马头 朝着京城的方向驶去 再也不会倒 姑娘的意思 是殿下昨晚在院子外 冒着风雪 站了一晚上吗 姑娘 既然如此 你为何不留下来 见殿下一面呢 与他正式道个别再走啊 苏染也想投入 陆成锦好好地道别 可他知道 两人一旦见面 事情就由不得他控制了 殿下昨晚没有出现见我 想必他心里对我是有怨恨 我知道他的性子 若是今日他再追来 必定会不管不顾地 要将我带回去 可你们想想 从昨晚到现在 已过去了那么久 苏家早已发现我们不在了 福利已经闹翻了天 若是我跟着殿下 再回京城 过于他的关系 也就瞒不住了 而从他打算离开的那一刻 他就再也没有想过要回头 所以狠下心不见他 以免再生枝解 姑娘 那如今 我们往哪里走呢 苏染打开手边的余途 指着离此处 最近的一个渡口 我们先去这里 留在此处 过完春节 就找去西北的商旅车队 托他们带我们同行 到了下一个驿站 一写封信 告知我们在燕州的人 到时候 与我们会合 镇国公府 果然 打开房门 四处找不到苏染时 吓得连忙去禀告夜市 多事之秋 他还来凑热闹 极客差人去找 找到了 直接打死 他果然 是个不安分的 他知道这个淑女不简单 却没有想到 他胆大如私 以他的智慧 他不会留在京城 你即刻派人 去京城四周的 驿馆客栈里找 找到后 悄悄带回来 不要声张 目前 他做出这样悖逆的事 难道还留着他不成 况且他这样的出走 难保不是跟着 奸夫一起私奔走的 聂将军既已对他 起了觊觎之心 若是不能如愿 岂会心肝 苏染担心夜长梦多 所以不敢在驼马镇 久留 所幸 他所居客栈 就有一家 往西北方向去的商队 且不日就会出发 当即就让掌柜引剑 去见那商队的对头 不带 敢问于对头 为何不肯带我们 我愿意多付一倍的酬金 老子在乎你那点酬金 他的目光 先在他脸上打量了一下 而后往他周身一扫 不耐烦地说 带你们这样来路不明的女人上路 麻烦有交情 拖我们的后腿 耽误我们的行程 给再多钱 都不带 苏染脸上一红 猜到他是怀疑他们的身份 我家大哥在西北从军 前不久来信 说是重病在身 我才带着两位妹妹一起去看他 还请你帮帮忙 我只是替人走货的商队 又不是专门收留人的菩萨 你别再来烦我了啊 说吧 碾苏染走 苏染没有办法只得退出来 苏染没有将鱼二 不肯带他们的消息 告诉蓝二轩二 因为今日过年 他不想让他们忧心 逐步三人围坐在一起 倒也有几分过年的气氛 三人从小一起长大 相依为命 且在安堂那样的苦地方待过 所以倒不觉得 这一年过得清冷贫寒 第二日 苏染又去求鱼二 这一次连面都不肯见他 苏染请掌柜出面 替他去说何此事 可那鱼二就是不答应 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说非我们是第一次去 我们才不稀罕跟他们一起走呢 姑娘此言诧异 你切莫小看这鱼二当家的 往西北这边路 路撞艰难不说 还有各种留匪结犯 到了西北边境 甚至还有胡迪 枪人出没 少傻抢掠 那可不是好玩的 而这个鱼二当家的 身上那是有真本事的 他押送的货物 还到现在没施过手呢 所以姑娘们能求得 他捎带你们同行 那才是最好不过的了 听掌柜这么一说 苏染越发坚定 要搭上鱼二一起走 姑娘 我们还没有找到商队 提前准备这些东西做什么 不管鱼二答不答应 我们都要跟着他一起走 大不了 我们不与他们同行 跟在他们车队后面走 这实在是 走投无路之下的 无奈之举了 兰儿一听 不觉笑了 这倒是个好办法 那鱼二见苏染和轩尔 也学着他们的样子 准备着上路的东西 猜到了他们的打算 老子的车队一上路 你们只怕连我们的屁股影子 都看不见 到时候掉在半路上 被某个山头的山匪截去 可不要怨老子 没提醒过你们 二当家 我们绝不会拖累你们 只要让我们 跟着你们一同走就行 求当家的成全 姑娘若真想求我 不如亮出真面目 和真实身份给我看看 如此老子倒是可以考虑帮你们一回 二当家的说笑话了 我们就是普通的妇人 哪里还有什么其他的身份 鱼二见他不肯说 也就懒得听他再说 冷哼一声就走了 明天就是大年初四了 大雪停了 鱼二的车队准备明日一早出发 出发前夕 房间的门却被人一脚踹开了 谁啊 您怎么来了 男人大刀阔斧地坐下 交给你们一桩差事 好生护着他们去西北 有事随时禀告 若是他们少一根毫毛 就将你剁 鱼二一头雾水 他们 话一出口 他立刻回过神来 一脸惊诧地看向陆成锦 您是说那三个丑女人 陆成锦一记眼刀子甩过去 请您受罪 是小的眼下 看错了 那三位仙子美得很 镇国公府正在派人找他们 后面估计还会有其他人来寻他 不论如何 你要安全护送他到他要去的地方 等他办完事 再安全护送他们回京来 沿途有任何事 即是通报 不要让他受一丝伤害 鱼二人惊一般 听他这样说 岂会看不出他对那丑妇的在意 殿下救过小的性命 小的无以为报 莫说护三位仙女去西北 就是肝脏徒弟 小的也愿意 别贫嘴 惦记他的人都不是普通人 你得当心 陆成锦眉头簇紧 冷峻的脸上 不免露出忧心忡忡的神情来 若非京城这边的事物太多 来不及处置 他都想同他一起去 路上你与他 以兄妹相称 天下 小的不敢 你若敢出半点差错 不要怪本王翻脸无情 鱼二见他这般严肃郑重的样子 再不敢放松半分 连忙攻剑硬下 还有 不要让他发现你我的关系 凡事小心些 他走了半天 鱼二还蒸蒸地回不过神来 堂堂锦王殿下 怎么会看中那么丑的一个妇人 年纪轻轻的 也不像眼瞎的样子 路程锦离开客栈 还是忍不住 回头看了一眼客栈的方向 此一别 却不知何时 才能再见到的 长廷实在心疼 忍不住开口劝他 殿下 既然都辛苦赶到这里来了 何不去见姑娘一面呢 怕锦小慎微 怕节外生枝 本王又何必让他为难 那 丘洛呢 随他自己 路程锦怕自己再留下去 会忍不住去找他 终是翻身上马 朝着来时的路 奔去 一日 天不亮 苏染就带着轩儿兰儿 驾着马车 守在客栈的马棚外面 鱼二的态度 较至昨日早已天壤之别 但为了不被苏染发现 他故作无奈的说 罢了 小爷我今天心情不错 就带上你们 记住啊 你们可得老实听话 既跟了小爷的商队 就不要乱跑 凡事需得经过小爷的允许 才可以做 明白了吗 苏染万没有想到 他会改变心意 答应帮自己 顿时欢喜不已 连忙叠声允落下来 鱼二装模作样的 检查了一遍他们的马车 哎呀 里面的褥子铺薄了 西北比这里可冷多了 再加上三双褥子 不只是怕他们冷着 也怕他们磕着 锦王殿下再三叮嘱 不能伤他们分毫 他哪里还敢磕着碰着他们 鱼二让人从自己的车架上 取了褥子给他们铺好 又给车轮钱 加上防雪华的齿轮 又另给他们安排了一个 赶车技术最好的车夫 看着鱼二为他们忙前忙后 肃然感激地问 鱼对头 一共要多少抽筋啊 鱼二可不敢收他的钱 况且殿下走时 甩下的那把银票 够他来回往西北走时 烫都有剩余了 但想着陆成姐的吩咐 无量 小爷今日心情高兴 又见你们三个孤女可怜 就收你们无量好了 兰儿一听欢喜极了 等一切准备好 离开驼马镇 朝着西北方向去 行 此一出关 关外的地势环境越发恶力 你们若是不休整好 只怕身体都扛不住 玉大哥 求你帮帮忙 我真的耽搁不起他 但弟弟被来路不明的人带走 生死未必 他岂能安心待在这里休整 你别哭呀 上一世 他没有照顾好弟弟 这一世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再让弟弟有事的 鱼二最怕女人哭了 何况此人还是锦王千丁万主 让他好生照顾的 鱼二无法 只得答应他 一出关 眼前的景象就变得大不相同 戈壁黄沙 冰天雪地 有时走上一天 也看不到一个人影 这一次 商队更使日夜兼程地赶路 片刻也不停歇 苏然一颗心如泡在冰冷的寒潭里 又冷又见不到光明 他好后悔没有早一点出来找弟弟 若是他早些出来寻他 他就不会落到别人手里 生死不明 无尽的自责和担忧 再加上没日没夜的赶路奔波 苏然的身子终是抵消不住 骤然就病倒了 病逝来得凶猛 苏然连烧了两天两夜 最后陷入昏迷中 而他们所在的地方 正处于西北最荒凉的地段 前不见村 后不靠店 莫说大夫 就是活物都见不到一个 虽然烧得迷迷糊糊 有时清醒 但大多数都是浑浑噩噩的昏迷状态 到了第三日 他从浑噩中清醒过来 拉着兰儿和轩儿的手 对他们盯住 若是我死在此处 求你 你一定帮我找回阿云 向他送他 说到这里 他不觉停了下来 他若死了 要将阿云送到哪里去 兰儿轩儿两人还太小 自是没有能力抚养阿云长大 难道还要将阿云送回苏家 不 阿云不能回镇国公府去 他刚刚从里面逃出来 怎么能将阿云送回去受折磨 可他身边再无亲人 他能将阿云托付给谁 无尽的绝望与心酸忠 苏染的眼前 却是浮现出 陆成锦的身影来 一想到他 苏染悲凉的心里 不由涌现出一丝希望与温暖 也有对他的愧疚 或许他会愿意收留阿云吧 苏染失忆轩儿 替他解下手腕上的铜钱手绳 若是你们找到阿云 就让他带着这个去找殿下 请殿下 看在我与他相识一场的份上 收留阿云 别无能找他 小姐 鱼二也彻底慌了神 若是苏染出事 只怕锦王会将他剁成肉酱 而他与他们相处的这些日子 鱼二对这三个丑姑娘的印象 也早就改观了 于公于私 他都不想看到苏染出事 咬牙想了片刻 自己骑马赶去前面的城池 找大夫来给苏染看病 父对头欲言又止 哪怕快马家边不眠不休 离此处最近的城池 也要三天的路程 只怕等鱼二带人回来 苏染早就没 而此路段最多杀匪 他这一走 商队留在这里也容易出事 副队长将心中的顾虑 通鱼二说了 可鱼二顾不得这许多 就在他准备出发时 一骑人影 却从远处的地平线上 朝他们这里 飞奔而来 来人竟是丘鲁 不知他自己 他竟还带了大夫 丘鲁 医生在这里啊 苏染以为自己病花了眼 姑娘 我从驼马镇那里开始 就跟着你们 我不放心你和轩儿他们 在苏染得病后 丘鲁没有迟疑 当即就飞奔去了 前方的城池 红城 将城里最有名的大夫抓来了 那大夫出使是不肯来的 丘鲁直接将剑 架到他妻儿的脖子上 才逼着他来的 这位前大夫 医术了得 当即给苏染把脉开药方 一天后 苏染终于退了烧 人也清醒过来 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苏染 如今看着秋落 心里酸涩又开心 更感激他对自己的心意 姑娘 这一次不是殿下派我来的 是我自己要跟着你的 求你 不要再赶我走 说吧 精神如他 终是忍不住流下泪来 我不会再赶你走了 以后 你都要好好的留在我身边 哪怕是陆城锦派他来的 他也不会再让他走 大病一场 苏染也如大梦了一场 感觉生命走到尽头时 无数的身影在他面前走过 可他最想去拉住的 却是陆城锦的手 而当他想将弟弟脱孤时 也只想到了他 不知何时开始 这个男人 已悄悄地走进了苏染的心里 休养了两日 他实在挂心阿云 就让云儿往前继续赶路 姑娘放心 殿下身边的樊先生 对此地很熟悉 到时我们可以请他出面帮忙 又过了四五日 他休养的差不多了 商队加快行程 一行人终于在七日后 到达了边陲之城 燕州 苏染恨不得即刻就去找弟弟 兰儿劝他 姑娘 你别急 今日啊 咱们先休息晚上 明天一大早 我们就去找我们拍到此地的人 然后问清楚情况 咱们再说 一日 苏染早早起床 就带着兰儿与秋洛 去与他们的人碰头了 三人所言 跟信上之前所说的 没什么区别 他们好不容易打听到 阿云的地址 寻过去时 以人去防空 向邻居打听才知道 是在他们去之前 被另一伙人带走了 实在对不住姑娘 替你寻了这么久的人 都没有结果 三人说完 也颇是愧疚 这一路回来 看着偌大的燕州 他却不知道要去哪里 找回弟弟阿云 秋洛提议 姑娘 明日我们去找樊先生吧 他应该会有办法帮到咱们 苏染点头 第二日 他们就去找樊先生 而他上门求助 也不好再顶着一张假脸 临出门前 终是伸手 接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 于大哥 实在抱歉 之前在路上 一直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还请于大哥见谅 于二听着熟悉的声音 还是不敢相信 面前这个娇媚动人的女子 竟是跟在自己身边 数月的那个丑妇人 他眨着眼睛 睁睁地看着苏染 你们 我真是眼瞎呀 原来 不是锦王眼瞎 是他眼瞎 苏染看着他的样子 哭笑不得 我们戴着面具 不怪于大哥认不出来 确实太意外了 这谁又能想得到呢 于大哥 这么早来 可是找我们有什么事啊 你们准备在此地待多久啊 于二答应锦王 要带他们回去的 所以特意跑来问清楚 后面的事 我还没有安排 如今 首先是要先找到人 我们也不会那么快就回去 我来这里呢 是想告诉你们 若是你找到弟弟想回去了 可以来找我 我还捎你们回去 你们在燕州遇到麻烦 也可以来寻我 我在此处 总会是比你熟悉一些的 吃过早饭后 就随秋洛去府衙 求见樊先生 樊某等候姑娘多时了 苏染神情一争 他知道自己会来找他 从姑娘动身衣时 殿下就给我写信了 我算准姑娘 应该十日前就到的 可是路上遇到了什么戳膜 路上得了场小病 过而拖延了几日 我猜着大地也是如此 苏染见他言辞和善 心里稍稍松泛了一些 姑娘如今来了 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正好可以交差了 说吧 他示意苏染稍等片刻 起身出门去了 不一会儿 外面传来脚步声 阿姐 阿云 他不敢置信的 睁睁看着面前的男孩 眼泪毫无征兆的 就滚了出来 他日思夜想 千长挂肚的弟弟 就这样出现在他面前 阿姐 是我 一把扑进他的怀里 紧紧抱着他 苏染慌乱的将他摟进怀里 眼泪断线珠子般的 往外逃 阿云 真的是他的阿云 他没有将他弄丢 他还好好的 许久 苏染才松开抱着弟弟的手 你怎么知道我是你阿姐 是樊先生告诉你的吗 樊先生找到我是 就告诉我 阿姐一直在辛苦找我 原来 带走阿云的人 竟是樊先生 是姐姐没有 这么久了 才找到你 让你一个人在外面漂泊 孤孤明定 姐姐以后 再不会离开你 阿云以后 也不会离开阿姐的 恭喜苏姑娘与弟弟团聚 先生大恩 苏染莫痴难忘 还请先生说我一礼 姑娘使不得 在下不过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姑娘真要感谢 就感谢锦王吧 苏染其实早就应该想到 是陆成锦命他做的 但一时间 他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陆成锦是如何知道 他在寻阿云的 又是如何知道 阿云在燕州的 大约在半年前 殿下就修书给我 让我找小公子 这个男人 竟背着他做了这么多事 而如今 他又欠下他这份大恩 可要怎么还 苏姑娘近期 可有反静的打算 不是樊某催姑娘走 而是殿下一直在催问 樊先生 我觉得阿云 跟在您身边学习挺好的 他如今过得这么开心 我也很开心 所以我没有打算回去 如此 我就照实给殿下回信了 京城 信王府 长廷拿着信 飞快地往书房去 殿下 凡先生来信了 陆成锦看后 恨得牙痒痒 苏然还是没有打算回来 这个女人 竟不打算再回来了 她这是要彻底 与京城断绝干净 连她也不要了 想也没想 陆成锦对长廷 冷声吩咐 你准备一下 本王要回西北一趟 这是非逼着她 亲自去抓她回来不可 几乎在同一时 聂战收到手下密报 在燕州看到了与她画像上一模一样的女人 且已打听清楚 就是镇国公父二姑娘苏然 所以她不是去安堂 而是逃走了 可是她费尽心力才找到她 岂会容她逃走 聂战当晚就去了燕王府 向燕王请辞 燕王府书房内 殿下 我要回燕州一趟 她语气笃定 聂将军突然要离开 可是燕州发生了什么急事 罗衡缓缓出声问道 涅战倒并不隐瞒 将手下亲信之人 在燕州发现苏然的事 一一说了出来 文言 陆成燕与罗衡皆是一争 苏然竟然不顾 名声和性命私自出逃 这个女人的胆子 真是比她预想中还大得多 将军爱美人之心 我们理解 可将军有没有想过 你去了燕州 那苏然会愿意跟着你回来吗 你可别忘记了 她此番出走 就是为了逃避与你的亲事 又怎会乖乖跟着你回来呢 她一个弱女子 我总有办法将她带回来 这要是换做其他女人 将军此法不计可行 可她如此性劣 除非她心甘情愿 否则只怕她宁死不从 若是届时她磕了碰了 最后心疼的 不还是将军吗 她在暗示孽战 若她硬是去抓她回来 苏然只怕会寻死自尽 果然 这一招吓到了孽战 那殿下说怎么办 此事好办 将军只需将她的消息 告诉给郑国公府 再向大长公主 正式求娶苏儿姑娘 大长公主定会派人去将她抓回来的 将军安心等着便是 涅战沉吟想了想 由郑国公府出面是最好不过的 如此 涅战又连夜去了郑国公府 她一走 陆承燕的眸光就阴沉了下去 咬牙切齿地说 她果然与陆承锦有奸情 不然天下之大 苏然其他地方不逃 却偏逃去陆承锦的地盘 且一进城 就投靠了陆承锦最信任的谋士 樊先生 一想到二人背着她勾搭在一起 陆承燕恨意滔天 罗衡谋冲金光一闪 殿下您瞧 契机不是来了吗 陆承燕沉浸在恨意中还未回神 不解地看向罗衡 锦王坚不可摧 可苏姑娘就容易多了 陆承燕瞬间明白过来 朝罗衡拱手 先生果然高明 阿姐想带你去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安家 我之前常听嬷嬷嬷讲起中原之美 但我从没去过 我倒是想去看看 而且 说到这里 阿云嬷嬷下头来 话语噎住了 而且什么 没什么 阿云摇摇头 只要是跟阿姐在一起 无论去哪里都好 怎么 是什么小心事 连阿姐都不能说了 我想去阿娘生前住过的地方看看 从前只听嬷嬷日夜在耳边提起她 却从未见过她的样子 若是能去阿娘生前住过的地方看看 也是好了 文言 肃然神情已争 她明白阿云想娘亲的心情 但她这个心愿 她却无力为她达成 这一事 她再也不想再回去镇国公府的 然而 怕什么 来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 樊先生就差人来请她 说是镇国公府派人来了 请她过去 阿姐 他们可是 之前来寻我的你批人 之前他们是奉命抓你回去 如今 只怕是来抓我们俩回去的 阿姐别怕 我陪你一起去见他们 苏然也知道 想躲 是躲不开了 镇国公府派来的人 却是族里的一位堂兄 二堂妹 家里人都很挂念你 特别是老祖宗 天天盼着你回去 老祖宗让我给堂妹带几句话 其一 家里知道你是来寻小堂弟的 所以不怪罪你私自出走 你只管安心回去 绝对没有人会为难你 其二 老祖宗说了 不会强逼着你嫁给聂将军的 一切 看你自己的心愿 看得出 祖母为了让他能回去 颇费了一番心思 这次他做出这一般 忤逆祖母的事 祖母非但不治她的罪 还主动退让 免除她的一切后顾之忧 这般妥协的态度 完全不像 祖母以往的行事风格 如此苏燃心里的疑虑越发大了 我自知此次做下错事 也无言再回去给家祖母黑 还翻请堂兄回去以后 告诉祖母就当我死了吧 那堂兄身负铁令而来 若是带不回苏燃姐弟二人 他也不用回去了 唐妹莫吉 你再听我多说两句 你一个姑娘家身无常物 带着一个孩子在外面讨生活 为时艰难 哪怕郑国功夫先前待你再不好 总归那里有一个容身之地 也远比你们在外面漂泊的好 在这 小堂弟一看就是聪慧不凡之 将来定要考取功名 为官为宰的 可若跟着你在外面漂泊 居无定所 又深无依靠 日后 只怕就要沦落成下九流的商族总办 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苗子 姑娘何苦呢 堂兄叙叙叨叨讲了许多 可不论他怎么说 苏燃都不为所动 施意秋若送客 那堂兄连忙又说 你回去好好思索一下 我在对接的弗莱克站住着 堂妹若是改变主意了 随时来换我 送走堂兄 苏燃带着弟弟返回后院 一路上 阿云都凑紧眉头一言不发 你在想什么 阿姐 那个聂将军 可是之前大败无敌的那个聂将军 苏燃没有想到 他会突然问起这个 更没有想到 他会知道聂战 正是他 既然姐姐与燕王退清了 为何不考虑嫁给他 阿姐不嫁人 阿姐这一辈子呀 就好好守着阿云就好了 阿姐放心 我也会好好照顾阿姐 虽然知道 他说的是孩子气的话 但苏燃仍然很欣慰 阿姐 我觉得 方才那堂哥讲的有道理 若是我想好好保护你 就得考取公民 获得权势 不然 我拿什么护住姐姐 你的意思 你想回镇国公府 阿姐 好比不是办法 苏燃心里一震 抱歉 我已经听到小公子方才的话 樊某深意为然 说吧 他赞少的看着阿云 小公子是心中有秋贺之人 将来定有大作为 但需记住 不论何时 不能忘记人之初心 阿云时刻 警惕先生的教诲 刚巧 周古来要阿云去练剑 阿云跟着他走了 樊某觉得 阿云的话 姑娘可以考虑考虑 苏燃迷茫地看向他 先生也觉得 你应该回去吗 姑娘一心想护着 小公子仪式的安稳康乐 可是倒艰难啊 姑娘虽能为小公子 护得一时的净土 却护博得他仪式的顺遂 往后的路 还得靠他自己走 樊某觉得 相比于 避世于遇 苟活仪式 只怕阿云的心中 抱有鸿湖之质啊 苏燃心中纠结 他知道樊先生说的是事实 他也感觉得到 阿云人虽小 却志向远大 撇开小公子不说 姑娘若能重新回去 也是给殿下 与你自己一个机会 方且 姑娘应该也知道 殿下的性子 他若是不愿意放手 姑娘又岂能安生 实不相瞒 殿下原本已做好准备 来燕州 亲自接姑娘回去 是朝廷临时有令 派了他去 良安镇灾 他才没有来的 不然 只怕此刻 已经站在姑娘面前了 文言 心里既感到无奈 又莫名地涌起了一丝甜蜜 姑娘是一个勇敢的人 但唯独在感情上 估计太多 从而不敢表露真心 若是姑娘 能勇敢向前迈出一步 说不定你与殿下之间 会有另一段天地 在与陆成锦的感情中 一直以来 都是他在向苏燃走近 苏燃从未主动向他靠拢 甚至在他向他靠近时 他还一直在逃避 苏是苏燃 敢勇敢地向前迈步 和陆成锦一起向前 他们无往的未来 是不是也能多出一丝希望 苏燃的心绪顷刻间 亦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他也忍不住说出了心中 一直以来的苦慌 先生 我时常梦到一些奇怪的噩梦 让我非常害怕京城 甚至是皇宫 所以我害怕回去 先生可有办法帮我化解 一个地方让你害怕 并非是地方本身让你害怕 到底是里面的人或物 令你心生俱意 樊木的话 如一股姓神的清风 让苏燃如醍醐灌顶 瞬间了悟过来 是啊 他从来惧怕的都是上一世 发生在身上的那些悲惨之事 若是陆成宴一直不放过他 他逃离京城又有何用 想明白这些 苏燃心里瞬间生出勇气来 也明白了接下来自己要走的路 先生 我想去阳安找殿下 樊木 求之不得 小燃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你最近去了哪里 你可知道 哥哥有多着急吗 大哥哥 苏燃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苏承宇 总不能说他是来找陆成锦的吧 你是怕回去挨祖母乏 所以才来找我 想让我替你求情对吧 苏承宇这脑子转得倒是快 苏燃顺着他的话往下说 我这次任性出走 确实是害怕祖母不会放过我 所以来找大哥哥 你放心 我在家的时候就替你在祖母面前求过情了 祖母说了 只要你乖乖回家就既往不救 放开心吧 说完 他又凑近苏燃的耳边 压低声音说 聂将军的逼婚 祖母也推了 说这一切呀 也看见自己的意思 所以你别怕 你若是不想嫁给那个芒布 依然会比你的 大哥哥 你最近可爱好 在这里振灾辛苦吗 提起振灾一事 苏承宇刚才欢喜起来的心 不觉沉了下去 长叹一声 唉 我先领你进去吧 其他这儿啊 咱们后面慢慢再说 说吧 就领着苏燃一行往县衙里面去 哥哥 你住在这里吗 苏承宇并不已有他 我到这里呀 还没多久呢 没找到什么好的住处 殿下呢 就让我跟他一块住在这后崖里了 皇上此次派来赈灾的 是锦王殿下 殿王呢 本身也抢着要来 可是被皇上搏了 苏燃默默听着 假装一切都不知情的样子 修燃 他是 大哥哥 我姨娘生前曾同我说过 他生过一个男孩 但当时怕母亲不接纳他 就让贴身默默 悄悄将他带走 离开京城了 姨娘死前叮嘱我 一定要将弟弟找回来 好好照顾他 所以这一次 我鼓起勇气离开苏家 不只是要逃离孽战的秋曲 更重要的是想巡回阿云 得亏上天必有 让我顺利找到了他 所以 我将他带回来了 阿云 这是大哥哥 也是镇国公府的世子爷 阿云见过大哥哥 苏承宇睁然看了许久 哎呀 感情我又多了一个弟弟 剑子 苏染的心口一松 大哥哥 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世家大户 对子嗣血脉都很慎重 苏承宇认真打量阿云的眉眼 哎呀 有什么不相信的 他那么像你 一看就是一个母亲肚子里出来的 苏承宇 是这个家里 对他唯一抱有真情的人 而他也宽容地接纳了阿云 苏承宇很是好奇 他这几个月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如此 兄妹三人闲聊了许久 有说不完的话 直到天暗下来 却没有人注意到 一个人从衙门口 飞快朝着这边来了 一进门 陆承宇的目光 就精准无比地锁定在了某人的身上 那道魂牵梦绕的身影 如记勾魂毒药 让陆承宇如痴如醉 只一眼 他整个身子都麻了 可不等走到苏染的身边 一道小小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拦住陆承宇的去路 你想干什么 我警告你 你离我阿姐远一点 转身向苏染跑去 阿姐 外面好多的蚊子 咱们进屋去吧 跳到哪里了 给阿姐看看 回眸的瞬间 却看到了身后的某人 他吹手向陆承宇走去 殿下 陆承锦将他看得更仔细 他还是不放心地 将他从头至脚 细细地打量 确定一切安好 他才放心 二表妹 好久不见 殿下 你可知道 他是谁 他是阿云 是小染找回来的弟弟 阿云 他就是阿云 明显这个方才 差点被他扔掉的小屁孩 就是苏染的心肩宝 苏承宇怕陆承锦会 不乐意苏染找来这里 还带了一院子的孩子 闹哄哄的 殿下 小染因私自出府 怕再回去呢 被祖母拔 就想请我帮忙求情 所以寻到了这里 还请殿下呢 容他在这里多待几日 等我忙完手头上的事 送他回去 陆承锦打断他的话 对长廷说 吩咐下去 让厨房今晚多做些好菜 为二表妹 与小表弟 接风洗尘 接风宴 设在陆承锦的院子里 姑娘请上坐 当着哥哥的面 他岂敢离他这么近 苏承宇倒没想那么多 你快坐下 你们赶了这么久的路 必定是累极了 小公子 请这里坐 看着长廷忙前忙后 苏染的心里 瞬间明白过来 一看就是某人 特意吩咐的 果然 他看看坐下 手 就被某人紧紧捏住了 最后 与他食指交握 直到此刻 重新抓住他的手 陆承锦才确定 这个一心要逃离 他身边的女人 是真的又重新 回到他身边来了 还未喝酒 他俨然已经醉了 桌布下 陆承锦摊开他的手掌 一笔一画地 在苏染手掌里面划过 每一笔写得缓慢 又认真 生怕苏染 便拾不出来 苏染的脸渐渐红了 陆承锦写完后 眸光看向他 催着他回答 苏染不觉 朝对面的弟弟看去 而后 急不客察 轻轻摇了摇头 那边 苏承锦 以端起酒 为想的敬酒 殿下 多谢你答应 让小染和阿云留下 我呢 替他们谢谢你 陆承锦终时 松开苏染的手 本王知道 你在此震灾 辛苦乏闷 留下二表妹 与小表弟 陪你也好 倒不急着让他们走 等震灾适了 一起挥金 不迟 苏承锦万万没想到 他会这么体恤他 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 多谢殿下 夜色渐深 等露成几颗下笔 一时三惊天了 他问长婷 他没过来吗 我去问过秋洛了 秋洛说 姑娘晚上 要带小公子睡 只怕 只怕 不能呼殿下的约了 真是个 爱事的小家伙 不是让你 安排他的弟弟 跟世子爷住一间屋子吗 那 那小公子不答应 又去求了姑娘 姑娘就将他的行李 搬过去了 他眉头一条 好家伙 真是跟他争宠来了 对他敌意这么浓 就休怪他 陆成几不客气了 你怎么来了 殿下写在我手心的字 我不敢忘 所以我来了 话音未落 苏染的脸颊已飞红一片 男人在他手掌心 写下的那些字 自刻进了苏染的心里 晚上来我屋子 本王很想你 两人在一起这么久 他岂会看不懂 陆成几对他的感情与渴望 若是从前 他避之不及 但如今 他却不忍心再拒绝他 陆成几不论是身体 还是心理 早已忍不住 疯狂叫嚣着要亲近他 可面上 他却镇定坐着 你不是要守着你的弟弟吗 苏染知道他等得心急 也从他的话音里 听出了不满的酸味 我特意给殿下做了面条陪礼 殿下 要不要尝一尝 陪礼 陪哪一次的脸 陆成几咬牙 忍住身体的冲动 苏染忍不住抬起手 手指轻轻浮上 男人冷峻的面庞 殿下 你还生我的气吗 苏染指尖微凉 却在轻轻碰到他脸颊时 如一滴火肿 掉进了干柴堆里 瞬间勾起熊熊烈火 陆成几体内的欲望再也压制不住 他伸手一把扣住他柔软的腰肢 磨着牙恨恨地说 你这个无心无情的女人 本王恨死你了 话必 他将苏染的身子狠狠扯进了怀里 朝他发狠地吻了下去 一挨进陆成几的身子 苏染就感觉到他身体的变化 滚烫炙热 殿下 我亲手给你做了面条 要不 你先吃点东西 先前吃饭时 苏染就注意到 他没有动筷子 可此时此刻 天下再好吃的东西 能有他美味 陆成几早已等不及 话都懒得说 抱起他 朝一边的暖榻上走去 他看着男人双红的眼睛 殿下 求你清闲 他将他轻轻放下 可以吗 他身体积攒了太久 他一碰到他就会控制不住 怕苏染的身体承受不住 苏染羞得满脸通红 下一瞬 苏染血白纤细的双臂 勾住陆成几的脖子 将他拉向自己 我愿意 他愿意承受陆成几的热情 如此 陆成几瞬间陷入了醉生梦死的境地 他直勾勾地盯着苏染 眸光里的欲望喷涌而出 如火山爆发般 将苏染彻底烧溶掉 计较三遍 男人都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直到此时 苏染不免后悔自己太过草率地答应他了 这个男人身体似乎蕴藏着无穷的力量 要一次在他身上倾泻干净 他不禁怀疑 难道自己离开这半年 他都没有碰过其他女人吗 不然 为何这一般饥渴 像之不知宝的鸡鼠般 让苏染都快承受不住了 殿下 你饶过我吧 他将苏染紧紧地拥在怀里 今儿晚上 本王还等 阿姐 你去哪里了 阿姐早上去扶清寺了 见你累 就没叫你一起 我回来以后 听邱罗说 你去私里找我了 恐怕是我们在路上错过了 阿云听他这么说 脸色才好看一些 路程紧事实地上前来 一本正经地说 本王好心陪你去找姐姐 你非但不领情 还认定本王骗你 你真是个不知好歹的小家 苏染见男人得了便宜 还卖乖 忍不住撑了他一眼 小表弟 本王在路上同你说的话 你可记住了 我与阿姐的事 不要你管 苏染倒好奇 两人这一路上说了些什么 多谢殿下 送阿云回来 表妹出来乍到 先好好休息两 其他的事 老不及之办 瞧着男人 一本正经的样子 苏染忍不住 又白了他一眼 小染记住了 这几日 定会好好的守在屋子里 哪里也不去的 说罢 他带着阿云 转身回屋去了 路程紧瞬间 从他的话语里 听出意思来 今天晚上不肯去见他了 他岂会让自己 再独守空房 上车 本王带你去一个地方 路程紧声音低沉 带着不可抗拒的威严 还有一丝难言的诱惑力 苏染无奈地叹了口气 正要一眼上车 身后却传来了一声呼唤声 四表哥 等等我 苏染回头一看 正是那丹林公主追过来了 路程紧听见丹林公主的声音 正要开口催苏染快上车 苏染却已转身入内 回县衙去了 路程紧确实跳下马车追了上来 他走出几步 似乎还听到后面传来 丹林公主在唤路程紧的声音 没想到 他还追进县衙来呢 苏染停下步子 回身朝来路看去 果然看到丹林公主也上了游浪 往他这边来了 却不见路程紧的人影了 苏染正好奇他跑去了哪里 一旁的假山石后面 却伸出手来 将他拽了过去 路程紧抱着他 转到假山石后面 又想逃 苏染紧张听着外面的脚步声 生怕被丹林公主他们发现 他和路程紧在这里 有人在找殿下 我怕打扰到你 所以 打扰 你就这样将本王拱手让人了 没有 本王想见的人是你 是他打扰了我们 你傻不傻 幻音刚落 就听到丹林公主的声音 在外面响起 斯表哥 是你在里面吗 苏染吓得魂都要飞了 下一刻 丹林带着丫鬟找到路程紧实 正好看见 他搂着一个女子 在假山后面亲嘴 他高大的身子 将苏染遮挡的眼神 你 你们在干什么 不要打扰我们多久 公主也太没眼力见了 丹林的眼睛也红了 牛身跑走了 听到脚步声消失 苏染绷紧的身子骤然一松 殿下 你觉得这样很好玩吗 若是丹林与大长公主失去 就会明白 本王的婚姻 由不得他们做主 苏染听明白路程紧话里的意思 你放心 终有一日 本王会与你光明正大的 出现在大家面前 这是皇上与娘娘反对 怎么办 路程紧低头看着他 勾唇淡淡一笑 大不了本王什么都不要了 就要你一个 苏染的心口 似被什么东西填满 怎么 你不愿意 殿下不要说这样的话 若是他当真了怎么办 他非常明白 路程紧是大晋的锦王 是天下百姓的锦王 他怎可能为了一个女人 舍弃天下 殿下不要担心我 我从来不在意 名分地位 只要你陪在身边就好 这一句话 苏染没有说出口 苏染回到院子里 丹林一进门就看到了苏染 你就是二表姐 原来是丹林公主 就闻大名 你认识我 方才我从善堂回来 看到公主在石州 也算见过面了 在福利时 常听外祖母提起你 今日总算见到真人了 对了 方才在门口 我瞧见二表姐和四表哥 一同进府 你们进府后 可有遇到什么人 进府后 他被几位牙关叫住 我就先回来了 没碰到什么人 大表哥 最近四殿下身边 可是出现了什么女人 苏承玉被他问得一头雾水 啊 什么女人 殿下有女人了 丹林一见他的样子就知道 他什么也不知道 阿云在一旁安静地听着 小手却不露声色地替苏染 将裙袍上粘到的树叶拿掉 二表姐也住在这里吗 锦王殿下不是嫌挤吗 苏承玉知道 他一直在为陆陈锦赶他走 不让他挨着他的院子住而介怀 小人挤在我的院子里 锦王殿下倒是没有说什么 但你不同 你只怕寄不了 这倒也是 苏染只要一间屋子就成 可丹林出行 就是整个县衙后院都给他住 他都嫌小 可如今不同了 陆承锦身边出现了女人 丹林觉得自己必须要守在这里了 最近外面闹山匪 我一个人住在客栈也不安全 要不 表哥 你去董寺表哥说说 让我住到西跨院吧 只带四个大丫鬟进来伺候 不会吵这四表哥的 苏承玉带着他一同来到少县时 大掌公主就特意叮嘱过 死刑首先要保证丹林的安全 再者也要想法子促进他与锦王殿下的感情 所以苏承玉不好推却就应下了 丹林立刻让手下的丫鬟们回去收拾行李 打算今晚就搬进来 公主姐姐 你真的要搬进东跨院去住吗 那里有老鼠 还有蛇 丹林脸色一白 这里怎么会有蛇 你别吓我 姐姐不知道吗 你东跨院没人住 四周的蛇属 全钻进里面去 丹林听他讲的灰声灰色 小脸下的青一阵白一阵 表哥 你派人先将东跨院收拾干净 我晚些日子再住进来 但下一刻 他却想到了一个法子 将身边的两个丫鬟留在苏承玉这里 回到自己屋子 苏染问阿云 你不是不希望阿姐与她在一起吗 方才 为什么又不让那丹林住进来 我并不是支持姐姐与她在一起 只是不想被别人发现 姐姐与她的关系伤害到姐姐 那丹林公主 如今留下两个丫鬟 坚持着警方 姐姐 以后要当心些了 苏染再次被阿云的话争住 转念又想到答应了陆成锦 晚上给她送面条吃 这一下 要怎么办 若是怕山匪 让黄知府多给她加派一些侍卫就是了 见她还傻愣愣的站着没有走 你还有事说 殿下 殿下真的在花园和女人情 陆成锦一个眼刀子飞过来 吓得她连忙捂住嘴巴 不敢再说下去 陆成锦心情甚好的不与她计较 你告诉丹林 没事让她早点回京城去 不要在这浪费时间 苏承玉听明白了她话里的意思 想到先前她与苏又宁退亲 如今又不喜欢丹林 不免愤然 反正殿下就是不喜欢我们苏家的姑娘呗 陆成锦先谋良良看了她一眼 倒也不是 只不过本王不喜欢那种强逼着追着本王 苏承玉很纳闷 不是说女追男隔层杀吗 怎么到他这里都不管用了 本来还想和殿下亲上加亲 罢了罢了 我也死心了 回去后呢 也会劝丹林死心的 说吧 或是伤怀地离开了陆成锦的书房 真是个傻子 苏承玉刚走出书房 打了好大一个喷嚏 而正是这个喷嚏 让她被镇痛的脑瓜子 突然想到了什么 厨房里 哎呀 殿下也真是的 搁着好饭好菜不吃 偏要吃姑娘做的面条 哎呀 殿下她辛苦挣餐 估计是没有什么胃口 所以想换下口味 也不知道 殿下到底是想吃面呢 还是想趁机见姑娘呢 两者都有 一道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 你跟着你家主子 倒是越来越聪明 快下去吧 他一走 陆成锦就绕过转 来到了苏染面前 本王饿了 所以寻到这儿来了 下一刻 苏染的腰肢被搂住 附在苏染的唇上 轻轻地吸水 摸缩 灯火迷离 正当两个人的吻 有浅至深 情意见浓之时 门外 却突然传来一声 惊叫声 哎 门外之人 不是别人 正是苏承玉 进来 长亭提着晕过去的 苏承玉进屋来 附有关上门 殿下 属下该死 等一下再找你算账 陆成锦此时的心境 确实冷冽如寒冰 他朝地上的苏承玉 走过去 苏染突然反应过来 一把拉住他的衣袍 啊 殿下 他哥哥是好人 他不会害我的 你放过他 陆成锦哭笑不得 忍不住吃到 你以为本王 要对他杀人灭口啊 陆成锦示意 他退到阁间去 苏承玉醒来后 懵懂地看着他 你 你们 他爬起身 你方才都看到什么了 陆成锦翘着二郎腿 慵懒坐着 形容姿事 苏承玉再熟悉不过 正是他在刑部地牢里 神力犯人的模样 如被兜头泼下一盆凉水 苏承玉彻底清醒过来 他飞快扫了一圈屋内 却没有看到苏染的身影 而看陆成锦这架时 苏承玉胆怯地缩了缩脖子 我 我什么都没看到 什么都没看到你笑什么叫 陆成锦真想踹他一脚 但想到苏染就在隔壁 还是声声忍住了 苏承玉一听 这是怪他叫出声 叫他好事了 进而 方才 他分明看到这个禽兽 将小染压在暗台边亲 他又将方才看到的那一幕 在脑海里细细回想了一下 小染两只手挡在半空 都没碰他 一看就是被他强迫的 真是禽兽 想到妹妹被他轻薄 自己还被他的人打 苏承玉顿时恶从胆边生 耿着脖子说 我看到你欺负小染 你 你怎么可以强迫小染 强迫 陆成锦随着他的指控 回忆了一下 方才明明是两情相悦 哪来的强迫 他真是脑子不好使 眼睛也狭 不过正好 倒省了他许多事 他悄悄桌面 事宜苏承玉坐下 苏承玉摸着脖子没有动 不想搭理他 想不想听 本王与冉冉之间的故事 殿下 难道你和小染 你还记不记得 本王之前被打耳光的事吗 苏承玉当然记得 他一直好奇着 是哪个妻女子打的 如今 轻音变异 苏承玉已猜到是谁打的了 顿时嘴巴张大 何都何不拢 没错 就是被你妹妹打的 所以今晚 本王来找他算账来了 陆承玉盯着他 冷冷地说 本王从小到大 连父皇都没打过 却被你们苏家人 打了一巴掌 你说要怎么办 苏承玉万万没想到 他们之间的故事 会是这般的曲折凶险 整个人都猛了 掌果皇子 可是杀头的大罪啊 殿下 小阮他年纪小 不懂事 他不是有意冒犯你的 请你高抬贵手 陆承玉却一脸 并不打算放过的样子 本王可以饶他性命 可他得在本王离京期间 给本王当婢女将功补过 否则 此事没完 隔间里 苏承听到男人提出的要求 脸上一红 忍不住暗骂了一句 无耻 明明是他陆承锦有错在先 如今却抓着这把柄来吓唬大哥哥 他巴望着大哥哥识破陆承锦的诡计 不要答应他 不然他真给他当了婢女 撇开要天天被他折腾不说 这样下去 岂不是要告诉全天下的人 他苏染与陆承锦不同寻常的关系 想到昨晚他那股子很劲儿 苏染现在双腿还打颤颤 就在他忍不住要出去驳回时 苏承玉好似终于回过神来 啊的一声拿手指着陆承锦 情绪相当激动 谁你在框我 你方才那形容 那哪里是找小染寻仇 那明明就是 哎呀 余下的话 苏承玉没脸说出口 他憋红了脸 看着一脸理所当然的男人 又想起另一件顶要紧的事来 还有 你说小染打你 他从来都不是古作非为之人 无缘无故岂会打你 定是你也像今日这般强迫他 他才会打你的 思路一通 苏承玉脑袋里终于不迷糊了 挺直腰杆 殿下 说实话吧 你是不是喜欢我家小染了 你若不说清楚 打就打了 反正巴掌印早就消失了 也没有人作证是小染打的 我们抵死不认 殿下也不能无凭无正的 砍我们的脑袋吧 敢想让小染给你做婢女 做梦 若不是隔着身份 苏承玉恨不得当面配他一声 无耻 被苏承玉当面揭穿阴谋 且他语气极其不公 路程紧盗也不恼 还颇为欣慰 本王方才还在想 若是你连这个都使不过 你这个行不实要也不要做 该去守马铛才合适 苏承玉不知道应该高兴 还是生气 他按住内心的震动 故作轻松地说 那这么说 殿下是承认 对我妹妹起心思了 话一出口 苏承玉感觉 自己又问了一句废话 若是不喜欢 这个魔王岂会容许 小染打他一巴掌 还不愿吭声 在禁地面前 极力替小染瞒下 这么一想 苏承玉心里 突然好开心啊 仿佛抓到了 某人的把柄和痛楚 而依着辈分 他还得恭恭敬敬地 唤自己一声 大舅歌 自己凭什么怕他 苏承玉挑眉看着他 对 本王从那时就喜欢他 可你还一个劲地 怂恿他与沈太医 你说你该不该死 难怪之前在他面前 提起沈太医 他一副 要吃了自己的样子 可 可那个时候 阿染还没有同燕王退亲 你也与三妹妹结合婚约啊 情之一事 谁能控制得住 本王与小染之间的事 暂时还不能让人知道 你却偏偏撞了 你说 你是自行了断 还是让本王亲自动手 说话前 陆成锦站起身 一步一步朝着苏承玉走过去 满身杀气 让苏承玉瞬间傻了眼 肯定不会说出去的 哪怕为了小染 我也不会说呀 殿下 你得相信我 你真的能保密 殿下放心 打死我都不说 对任何人都不说 陆成锦满意地点头 方才你也看到 他已经被我轻薄玷污了 再嫁人是不可能的 你们以后休想 再给他胡乱许配人家 洗住了 说到这里 他神情又冷冽起来 语气夹双裹血 让苏承玉心头一震 听闻孽战一直在你们家走动 要求取小染 你回京后 想办法劝服顾祖母 打消这个念头 哪怕阻止不了 你也要想法子拖延 总之 不能让苏家应下这门亲事 不然本王不会放你 面对陆成锦赤裸裸的威胁 苏承玉这才惊觉 自己误上了贼船 不只要替他们保守秘密 还要开始替他们打掩护 更是要替他们扫清 爱情障碍了 他头痛地硬下 人都退下后 没事了 殿下怎么知道 也正要求取我之事 你哪件事本王不在意 那日追你到城门口 若不是顾全大局 本王当场就将那丝脑袋 砍下了喂狗了 一想到因为他的强曲 逼得苏染连夜逃走 陆成锦的神情就冷立起来 殿下 以后还回北江吗 苏染壮似随口地问道 陆成锦眸光直直地盯着苏染看 眸光渐渐深沉 以前心无所系 反而可以在北江胡作非为 可如今心有千般 就想留在千般的地方 苏染一愣 等明白过来他话里的意思 胸口一阵激道 夜已深了 两人一起离开厨房往回走 陆成锦牵着苏染的手 步子走得极其缓慢 方才我给世子爷的提议 意义下如何 苏染神情一争 他说的是让他当他贴身婢女一事 不妥 今日 所幸是被大哥个撞见 若是其他人 真的就再无转环之地了 他若时常跟在陆成锦身边 难免不会被人发现 朕在之事接近尾声了 接下来 本王要去周边县镇巡查 可能有段日子不会回来 陆成锦舍不得和他分开那么久 等回到京城 两个人想这般自在地在一起 只怕就难了 难道他们很快就要回京城了吗 他看着男人期待的表情 默默叹息一口气 殿下 我只能默默地陪着 却不能与你走在光亮之处 还望地下见谅 此言一出 陆成锦神情瞬间凝重起来 陆成锦心中异常的沉闷 对他的亏欠之情也越深 或许 他与任何一个男人在一起 都不会像与他在一起 这般的艰辛苦涩 而他 明明想给他最好的一切 却也不能给 陆成锦感觉他手在轻轻挣脱离开他 他心里默然生起了一丝恐慌 仿佛这一次地松开 他就再也抓不住苏然了 如此 他非但不松开 反而将他的手握得更紧 苏然 此次朕再回去 父皇大抵会定下太子之位 若是本王得愿 我会向父皇请求立你位 二姐 不等陆成锦把话说完 路边的角落里走出一个小小的身影 正是阿云 阿云 你怎么在这里啊 他朝两人牵着的手看去 阿姐 横弯了 咱们回去吧 阿云上前牵起肃染的另一只手 牵着他回西瓜院去了 从头至尾 他竟是看也没看陆成锦一眼 陆成锦目送姐弟二人离开 他的目光落到了阿云的身上 七八岁的小男孩 个头小小的 可行动举止 完全与他的年龄不相符 你与四殿下之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大哥哥 事情就是你看到的那样 锦王大抵对我有几分真情 我一如此 只不过 我与他身份有别 违背伦常 不被世道所容 所以 一直不敢让你们知道 我此次离开家去西北 一是为了找弟弟阿云 二 是逃避孽战的亲事 三则 也是不敢与殿下再纠缠下去 但我又回来了 因为阿云要回苏家 镇祖归宗 我不能因为自己耽搁他一辈子的前程 而我也确实放不下殿下 所以 我与殿下 又成了这般不堪的样子 说吧 苏染屈膝 在苏承玉面前跪下认错 他与陆成锦之间的秘密 像做大山一般 一直压在他的心口 让他喘不过气来 如今终于说了出来 他心中的负罪感有了释放 他反而松下一口气来 唉 若你们之间没有隔着一个厌望 你与殿下这般两情相遇 实则是美事一桩 可你前面与燕王有过婚约在先 哪怕如今已经退了清了 但这段货王总是抹不去的 所以在世人眼里 锦王若是娶你 就等同于娶了前嫂子 王家注重名声 哪里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苏承玉说的句句属实 这也是陆成锦与苏染之间最大的阻碍 所以 此时还请大哥哥帮忙隐瞒 千万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苏承玉心中因抓到陆成锦痛脚和把柄的那点兴奋激动 到了此时早已消磨掉了 到了如今他却为两个人的将来发愁 难道你们两个就一直这么躲躲藏藏 不让人知道 哎呀 你这个傻丫头 她是个男人 她一辈子和你这样偷偷摸摸 对她一点影响都没有 可你是个女子 你怎么能这样无名无分的跟她过一辈子呢 左姓 殿下不是无情无义之人 如今她恐怕还没有实权的把握护住你 所以暂时不能承诺你什么 但我想等哪天她有十足的把握护你周全之时 她一定会风风光光娶你进门的 想当年呢 陛下娶兰贵妃的时候也同样如此 那个时候多少反对的声音 那些言官的折子都快将皇上淹死了 可皇上不还是力排众议 赢了兰贵妃入宫吗 苏承玉叙叙叨叙说着安慰苏染的话 被二人交谈完 已是半夜时分了 你放心 此事我不会露出去半个字 而且啊 我已经将丹林派来的两个丫鬟指使回去了 如此你也能放心些 谢谢大哥哥 苏染心里暖暖的 大哥哥非但没有嫌弃她 还开始维护她了 她慌乱不堪的心也安定下来了 兄妹二人刚出屋子 就被屋外的人影吓了一跳 殿下 那个殿下怎么过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陆成锦来此有一会儿了 从送走苏染后 她心神不宁 想着今晚苏染受了惊吓 忍不住翻墙过来看看她 我不放心你 一直睡不着 就来看看 明明是苏承玉在问她的话 可她的眼里 话里 只有苏染 当着哥哥的面 苏染十分难为情 我很好 地下不用担心 赶紧回去歇息吧 陆成锦很想拉她进怀里抱一抱 或许到了此时 听到她跪在苏承玉面前请罪 说的那些话 她才真真切切体会到 苏染与她在一起 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气 承受多大的压力 和困难 陆成锦努力克制住情绪 对她点点头 转头对苏承玉说 你放心 本王绝不会让小染 无名无分地跟我一辈子 说吧 她扶跑走了 留下兄妹二人 睁睁地站着 苏承玉反应过来 她竟从一开始 就听到他们的谈话 脑袋轰得一声炸了 那她说她父皇和母妃的话 她岂不是也听到了 顿时苏承玉腿就软了 那个 那个你 你自己回去吧 我在这里看着你走 我 我走不动了 你别开口闭口提我阿姐 今日 我是来寻你 不知小公子有何赐脚 你知道 我昨夜为何要打断你那句话吗 陆成锦摇头 她还真不知道 我知道 你要许给我阿姐的是什么 太子妃以为是绝不可能 你大抵就想给我阿姐一个侧妃之位 对吗 陆成锦眸光威震 不由坐折身子 我阿姐善良 她不舍得你为难 所以你若开口 她必定会接受 若她不同意 就是她不失好歹 如此 我才打断你的话 不让你把话说出来 我不想让阿姐忍受这份委屈 在你们眼里 我阿姐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树 想求得皇上的同意嫁给你 已是难遇上青天 所以正妃之位 她万万不可奢望 如此 你觉得 能为她求来一个侧妃之位 已是最大的诚意和最好的结果了 对吗 可在我心中 我阿姐是世上最好的女子 你的太子侧妃之位 或许是其他女子梦寐以求的事 但对我阿姐来说 远远不配 所以 你少来招惹我阿姐 你倘远一点 阿云一口气说下这许多 可语气越来越严厉 颇有威慑之意 你都说完了 哼 本王先前听樊先生和你阿姐夸赞你 还以为你真有多聪慧 如今看来 也不过如此 阿云没有料到 他不回自己的正话 反而评断起自己来了 你可否听你阿姐讲过 你三姐姐与本王退亲一事 阿云再次一争 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 一个堂堂的王爷 说话左一句右一句 像抽风一样 却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听我阿姐提过几句 你既然知道 还说出上面这一对的话 岂不是什么 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 本王若只是想给你姐姐一个侧妃之位 当初就会拦下你三姐姐与燕王私通的信件 可本王没拦 而是放任他们被承到父皇的龙岸上 你觉得是为何 你腾出正废之位 也不见得是为了阿姐 总之 你不要再来纠缠我阿姐 陆成锦突然就恼了 起身走到阿云的面前 屈指朝他脑门上弹了一下 哎哟 你个小屁孩知道什么 若不是看在你阿姐的面子上 本王早就把你扔到江里为王吧 今日 本王也在这警告你 以后少管本王与你阿姐的事 一个八九岁了还要跟姐姐睡的花毛小子 竟来指摘大人的事 真是欠他 这一指弹下去 阿云额头上马上红了 他倒也不叫痛 只拿眼睛狠狠地瞪着他 像头发怒的小狼仔一样 陆成锦又好气 又好笑 上回让你不要跟你姐姐睡了 你怎么不听啊 我方贼呢 不要脸的贼 陆成锦当然知道他骂的是谁 气急而笑 覆下身子问他 本王奇怪啊 我先前又没得罪你 你为何对本王这么大的敌意 说说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也是他先前让长廷去换他来的目的 没什么原因 就是讨厌你 我阿姐嫁给谁都比嫁给你好 哪怕嫁给叶将军 都比嫁给你强 陆成锦愣了半息 才反应过来 他嘴里的聂将军就是聂战 先前 他或许还是存着逗一逗他玩的心思 可到了此时 陆成锦心里的怒火被点燃了 此此口无遮拦 以下犯上 将他罚去守马棚 马厩里的柴事交给他去做 做不好 不给饭吃 你若好好认错 本王看在小冉面上 饶你这一回 无论你如何罚我 我就是不让阿姐和你在一起 我就要天天守着阿姐 让你没有可乘之机 你这般不知天高地厚 不过仗着你姐姐看中 你信不信 本王很快和你姐姐生下我们的孩子 到时 我们一家三口睡床上 连门口都不给你留 九尺 阿云扭头见到姐姐来了 眼泪瞬间崩了出来 指着额头上的红印 哭诉着 阿姐 那肌肤 阿云的变脸哭诉 一切尽在陆成锦的意料之中 阿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怎么会跑到地下这里来 对呀 好好和你姐姐说说 你怎么跑到本王这儿来了 我去花园 替阿姐采花 就顺便来这里和她说两句 陆成锦凉凉搭枪 不是说话 是蓄意挑衅 外加辱骂 以下犯上 不敬尊长 苏然大抵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连忙拉着阿云上前 给陆成锦赔礼认罪 我宁肯去守马棚 也不向她道歉 还愣着干什么 带她去马棚 阿姐 你不用为我担心 说吧 就挺着胸脯 跟长鸾去马棚了 殿下 阿云和你说了什么啊 苏然看得出 陆成锦是真的生气了 他说你嫁给任何一个男人 都比嫁给本王好 哪怕嫁给孽战 也比嫁给本王强 陆成锦见他不吭声 怎么 你觉得你弟弟说的对 殿下 他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 你又何必将他的话当真啊 八岁的孩子就会说这样的话 难道在他眼里 本王还比不得那个莽夫 陆成锦不知道 孽战与阿云之间的渊源 自是想不明白 自己怎么就被 孽战那个莽夫给比下去 殿下 阿云自小跟着谷嬷嬷在外面漂泊 日子过得艰苦 后面 谷嬷嬷走了 她一个人 更是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 在那般的际遇下 聂战出面帮了她一回 她铭记于心也是应当 所以 还请殿下不要介怀 原谅她这一回 文言 陆成锦心里的怒火 才算消了下去 你这是替她求情 让本王放过她 不让她去守马棚 殿下大人大量 不要与她一般计较 再者我心里拎的情 你可愿意听我一句简议 殿下请说 阿云确实比同龄孩子早贵 这可能是好事 也可能是坏事 所以她往后的人生走向 身边人的引导很重要 其实 我想替阿云寻一个文武全才 又能严厉要求她的师父 这样的师父 你想拿什么钱 你那点碎银子 本王可瞧不上 阿云崇拜英雄 或许 让他跟在你身边 领略了殿下的雄才大略 这有无双 他就不再递出你了呢 或许 让阿云多了解陆成吉 就不会嫌恶他了 而且 他还有私心 此次带阿云回苏家 还不知能不能过夜市那一关 殿下 阿云那么小 还没有栅栏高 万一被马踢到了 怎么办啊 不要再替他求情了 陆成吉冷冷地打断了他 本王在他这么大的时候 已经扛着长枪 跟着武师傅上战场了 做得不好 在马厩里一睡就是半年 战马可比这些马力也多了 苏冉知道 他这样的做法没错 那 那就罚一天可好 你再说 就再多罚他一天 方才还说要给他 寻一个严厉点的师傅 这点苦都舍不到让他吃 本王以后怎么教导他 苏冉自知理亏 再也不敢多说什么 你也不要急着去看他 最迟也要等到 今日下午才去看他 不然 这样的处罚 对他一点用都没有 他知道陆成吉 是要磨礼阿云的性子 别担心 我派人看着呢 不会有事的 多谢殿下 晚上你若得空 再给本王下把面条吧 苏冉脸上一红 桃也似的 往马厩去了 阿姐 不要啊 阿姐 阿云 你醒醒 怎么了 阿云满面泪水 嘴里悲痛地叫着 他摇着阿云单薄的身子 将他从噩梦里唤醒 阿姐 真的是你吗 是阿姐 阿姐一直在呢 苏冉不知道他梦到了什么 只感觉此刻的阿云 破碎得仿佛要立刻 从他面前消失掉 阿姐 对不起 没事 知错能敢善目大眼 等下 姐姐就带你回去 想殿下好好地道个歉 殿下就不会再罚你了 路程锦从外面回来 就见到苏冉领着阿云 站在门口 殿下 阿云知道错了 就殿下饶过他这一回 阿云捶下眸子 跟着他说 殿下 阿云错 求殿下原谅 如果你一开始就认错 本王会给你这个机会 可如今已经不太可能 你既然一开始不怕 就要咬牙忍下 半道而降之人 使懦夫行径 殿下 苏冉忍不住气恼出声 阿云听了路程锦的话 锤某想了想 我知道了 我不会再求你 阿姐 三天的时间很短 我很快就回来陪你了 苏冉红着眼睛 看向路程锦 终是一句话也没有再说 转身 回自己的院子去了 厨房里 苏冉照常忙碌着 就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 见过锦王殿下 苏冉手中动作一顿 见过殿下 路程锦见他突然生疏起来 猜到他心里的气还未全消 就挥手上揽儿下去 怎么 还在生本王的气 其实从始至终 苏冉都没有生他的气 只是心里放不下弟弟 闷闷的不舒服 殿下最会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等一下这面条 你别吃了 本王都守到这锅边来了 你敢不让我吃 苏冉脸红了红 撑了他一眼 抽出手继续忙我 殿下方才听哥哥说 赈灾仪式快结束了 京城来的官员都要回去了 大哥哥也要回去了 我想同他一起 他也回去 路程锦听出他话音的意思 苏承玉虽然大得烈烈 但相信他带一个孩子回京城 不承认 可是哥哥都走了 他还有什么缘由留在此地不走呢 本王都替你想好了 老实就说 你收留了一批孩子 因为要帮官府照料这些孩子 要晚些回去 即使 本王还可以去父皇面前 为你求得家家 苏冉万万没想到 这个男人为了留他下来 竟连借口都提他想好了 如此 他拒绝的话 都不好说出口了 此次回京之后 哪怕同在议程 本王估计也很难有时间再去看 所以眼下 本王着实不想让你走 他心里很乱 不知道要如何回答 面熟了 先吃面 陆成锦知道他脸皮薄 也就不再逼他 外面却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怎么了 殿下 小公子出事了 进来说 小公子被马踢伤了 如今 如今昏迷不醒 终于 苏冉手里的面再也端不住 啪的一声掉到地上 陆成锦顾不得自己脚上的烫伤 急忙去看苏冉的脚 可他却感觉不到痛似的朝门口扔去 阿云 阿云 姐姐来了 殿下 属下没有照顾好小公子 求殿下责罚 到底怎么回事 长鸾额头满是冷汗 小公子方才去锁马厩的门 惊到了拴在门口的踏风 踏风正是陆成锦的坐骑 神俊异常 被他踢中 只怕凶多吉少 陆成锦的心口也沉重起来 快请大夫 长鸾恍然 被之已经差人去请了 陆成锦回头看向苏冉 见他神情不对 没事的没事的 先听大夫怎么说 实在不行 本忙连夜派人回京城请太医过来 苏冉脑子里一片轰鸣 胸口痛得麻木 仿佛没有了知觉 只感觉 眼前的这一幕 与前世 好像 好像 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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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世 上一世对弟弟的愧疚和这一世的心痛 让苏冉再也忍不住 崩溃起来 原以为 这一世没有再让弟弟落入陆成宴和罗恒的手里 他可以带着他好好地照顾他长大 可结果又成了这个样子 大夫很快就来了 几人轮番替阿云看诊后 都灭露蓝色 马蹄 踢断了阿云的胸骨 虽然位置偏了一点 没有踢中心脉 侥幸抱歇一条命来 但对一个孩子来说 伤势还是十分的严重 且他一直不醒 尚需好好观察 苏冉听后 心一直高高悬着 全身冰凉 等阿云的胸骨被大夫接好 准备送他回院子里去 阿云却在此时悠悠醒了过来 阿姐 阿云 终于醒来了 阿姐带你回去 阿云见他眼泪流个不停 朝他咧嘴一笑 阿姐 我没事 你不要再哭了 小小的孩子 醒来的第一件事 不是叫苦叫痛 而是安慰苏冉不要哭 懂事的让人心疼 等家阿云送回西跨院安置好 已是半夜时分了 苏冉从头至尾 都守在床边照顾阿云 路程仅站在一旁默默看着 心里很沉闷 今日这事 虽然到了此时 苏冉没有怪罪他已去 但从头到尾 他也没有再回头看过路程仅一眼 而不可否认 阿云出事 他路程仅 推卸不了责任 虽然苏冉什么都没说 他心里终归是怨对上他 不知过了多久 苏承玉上前对路程仅说 夜生了 殿下回去歇息吧 阿云这里 由我们照料就好 路程仅觉得自己应该同他说点什么 可苏冉一直守在阿云的床边 寸步不离 也未曾回头看过他一眼 路程仅终是忍不住走上前去 沉声说 今日之事 是本王对不住的 那虚情敢伤人 本王不会再留他 不用了 一切只是个意外 苏冉打断他的话 只是这个意外 原本可以避免 阿云是个可怜的孩子 今日能侥幸保下半条命来 是上天之父 殿下不必为了他再天杀戮 就当为他祭福了 成鸾 殿下也不用再责罚他 折腾了这么久 苏冉似乎累了 声音轻轻的 淡淡的 路程仅看着面前的女人 神情间 又恢复成以往对他的那般疏离 客套的样子 心里顿时堵得紧紧 就依你所言 说吧 他转身 出了院子 阿云此次回去 只怕身份仪式 会惹起大家的质疑 你可要做好准备 大哥哥 杏儿这个家里还有你 不然 我真没有勇气带着阿云回去 上次殿下让你陪他巡查 你是怎么想的 我陪他的机会还有很多 但此番是阿云第一次回苏家 他定会受到许多非议和质疑 我一定要陪在他身边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殿下可能不清楚你母亲当年的情况 所以不清楚阿云回去后的难处 不然 他定不会在这个时候 让你离开阿云的 说话间 长婷从隔壁过来 请苏冉过去用午膳 唉 你去吧 不然呢 晚上他还会来请的 苏冉出门来 往隔壁走去 他刚要跨进陆成锦的院子 耳边突然传来一声 孩童惊喜的声音 阿爹 他停下脚步 寻声看过去 只见一个娇弱的小妇人 牵着一个女孩 站在陆成锦的院子里 正是邓清瑜和乐童 你们怎么来了 陆成锦的声音里 也带着惊叉 邓清瑜已经好久没有见过他了 如今看到他 心里的思念之情 如春水一般滚滚而来 让他控制不住 流下眼泪来 乐童想殿下了 一直闹着要来看你 切身拗不过他 只好带着他来这里了 我已十几年没有回老家了 所以这一次 带着乐童回来 让父母亲人看看乐童 也好让他们在天之灵 很细 还有 我带了锦阳几件旧衣裳回来 想给他在邓氏祖坟那里 设一个一关种 殿下 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既然来了 就先住下吧 你们先歇息几日 后面得空 本王就陪你们 去给邓兄弟妃 闻言 邓氏欢喜不已 殿下正在辛苦了 都瘦了好多 怒称锦正要回他的话 抬眸一看 见到一道身影 独自站在院门外 半边身子 隐在门后 他身子一致 正要放下乐童过去 邓轻雨也顺着他的目光 看过去了 迟疑地问 门外的姑娘 是谁啊 瞧着好声眼数 苏染听到邓氏的话 看着廊下的一家三口 心口如堵上了一团棉花 透不过起来 不等他们发现自己 他连忙转身走了 殿下 你不该过来的 为何 邓娘子聪慧 殿下这般过来 只怕会引起他的怀疑 他带着女儿周车劳顿 方才已经歇下了 殿下 饭菜我留下了 还请殿下 先回去吧 这段日子 也请殿下见谅 暂时默要再见面了 你就这么害怕 他知道我们俩的关系 我与殿下的关系 不论是邓娘子 还是其他人 还请殿下先瞒下 好不好 你是不是一直怀疑 那次你们的马车失事 是他让人坐的手脚 苏染想点头 但想到上回因为这件事 他们闹得那般不愉快 他不想再重新经历一次 殿下已查明那件事与他无关 还触犯了邓将军的弟弟 我岂会不相信你 可苏染的神情 却逃不过陆成锦的眼睛 他心里颇不是滋味 本王来都来了 他若是发现 怎么差这一时半会儿 说吧 已是自己拎起筷子 吃了起来 见他如此执着 苏染知道再劝也无用 只得上前陪他一起用膳 陆成锦朝李坚看去 见阿云在床上躺着 睡着了 阿云今日可好些了 今日短短半天内 他已差人过来 问过三回阿云的情况了 好多了 幸好啊 阿云身子底子还不错 再喝口汤吧 我特意让厨房给你做的 苏染只得接过汤 轻敏了一口 酸吗 有些酸 看来 这厨子醋放多了 酸到你了 苏染愣了片刻 才反应过来 被陆成锦捉弄了 心里又羞又气 突然就藏不住了 眼眶如蒙上了一层水布 瞧着苏染发红的眼尾 心里不舍 又生出一丝欢喜来 原来 他也是会吃醋的 傻丫头 心里不痛快 为何不说出来 哪怕骂上本王两句 也是可以的 我如何敢骂你 万一 也被你灌进马厩里去 啊 殿下 我没有灌你的意思 阿云的事 是你名理 没有怪罪本王 但本王自己知道 与我脱不了干系 一切皆因 我觉得阿云是个过于聪慧的孩子 怕他以后养成莽撞的心 往后回苏建 你的日子本来就很艰难 若是他不懂得克制 也护不住他 最后去哭的还是他 心疼的 还是你 所以昨日本王才那么绝情地拒绝了你 但也没想到 最后酿成这样的事 李坚的床上 阿云闭着毛子 假装睡着了 在听到陆成锦这番话后 他长长的节语微微颤动 终是忍不住睁开眼睛 他看见阿姐的手 与男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阿姐此时脸上的形容 是他从未见过的安定 幸福 阿姐此时的样子 不正是他一直希望看到的吗 阿云突然很想哭 泪水漫出来之前 他赶紧闭上眼睛 免得被他们发现 外间 陆成锦握住苏然的手 关于邓氏和乐童 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本王的吗 陛下 乐童 是 你的亲生骨肉吗 陆成锦